好,我們繼續開會 我們今天一樣是工作檢討 我們第一個行打一眼是零三天零眼 行打時間十分鐘 謝謝,黨外主席,那個農業所長 組長 你知道現在往來選起來都一夜份在採收嗎 往來選起來 正常 正常的時間在十二月到十月 對,這樣表示你有了解 但是我要直接跟你建議 台東現在外銷 所有的農產品裡面 也是公園市場為主 這是一個大眾的經濟 很重要 有很多農民在歡迎 因為我們外銷的東西 我要拜託我們的農業主 要整合 採收期的期間要整合 因為怎麼呢 十二月的東西 現在有些農民他對農業的嘗試不足 一直十五月 他就開始採收 第一回軌、第二回軌 運到台上去 結果所有的品質 都總共八千 那麼 這看起來就是未來後面 會品質買一日後 有很多不必要的求分 把它做完 我希望你站在農業主 真的用心來聽小農民 去做一個小組 喊農業 來做結合 探訪民意 這些農民 掀導他們 鳳梨世家 這個外銷的重要的一個里程碑 我們要把它建構起來 十二月到四月份 是鳳梨世家採收的時間 但是農民 因為他們有 現在有改革客觀的環境 他們搶收 這輸到我們外銷 現在目前有受到租外 你認為我講的 你覺得怎麼樣 議員 我很懷疑你 但是我今天要懷疑你 不要懷疑 不要懷疑太早 你說這話 如果以民意代表的角度來說 你說這話 我覺得跟你堅定 因為你講出實話 一般來說 你如果說 有10月份 11月份 落狗的時候 一直找管理政府 其實主要的原因 就像你說說 本來我們的鳳梨世家是夏季國 但是夏季國很落狗 所以我們跟人家研究 農業專家跟人家研究 農改長跟人家研究 把人家研究到12月到4月 那裡降少時間 所以降少時間 所以降少時間 品質也比較好 你如果拿早 拿早 只是把整個 我們的意義交易都亂了 謝謝 因為你開始品質不好 因應用到阿爸的品質 所以你現在說這實話 我告訴你 我要在這裡 我們政院的社會的好朋友 多多跟農會 包括我們台東管政府 農協助 有一致的 做法 我們把這個市民過後 我們才可以永續 因為因應520之後的 一個兩岸關係的變化 不管任何的國際 國際經濟市場 還是要以品質 取勝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我也拜託我們的農民好朋友 他最好有用來 釋迦外星的問題 可以多多請教 我們社會貴市處長 如果專業的博文 要請教農改廠 他會有一些 釋迦博士 對 包括農會 他也是一個很重要 產市的 剛才說的 我們當然 以為我永烈的 我們呼籲 我們農民 不要為了要創造 對 然後為了要一年 要變兩棋 十個出一棋 五個出一棋 因為要出兩棋 結果把整個市場融亂去 我知道 謝謝 主長 你有這樣的風光 表示你有要把台東的經濟 跟特殊的經濟 在一個市場裡面 把它打扮一個 永續經營 那個政務處長 政務處長 早上台北市調處 就有關於到台東 再來調查 農會處的一個小金庫的問題 你知道市調處有下來嗎 你知道嗎 市調處長 有派人來 我們管政務處 有沒有到幸福區搜索 知道我剛才兩年 有的 我改成車中千年 你要注意聽 反正現在我們在搜索 農會處長 來你起來 我們做事情 都是說一個公道 是 我喝三天說 小金庫的錢 也不是在十月過程 我會給你一個公道 但是 你明知道那些東西 是存在是一個屬性 這個公共信徒 這個我沒有要跟你財政 你沒有擠花 這就是你一路走來 在政治裡面的污點 因為我對你的期待比較高 但是你明知道 那些是不法的東西 你這些磨磨蹬蹬 這夠 我請教你 市場是不是在買 市場你出錢 市場 市場 農業一般市務會出 農業出的 一般市務會 合銷 好 紀念是 一般市務會合銷 為什麼你說 你在跟田里姐收費 這個不是互相矛盾嗎 所以說 我 所以說 沒有時間 都再一次 所以說 主長 做事 平常心頭 我說過 那個派遣 是 從上面延續下來的東西 你說 既然 用正常的合銷 那麼你為什麼 你還說你在幫田里姐收費 這個是矛盾的 這在消費所 這人聽不下去 好 我輕輕地跟你點 就 田里姐和你 之間的 我不予接入 但是就 站在一個長官跟部署 不要用這樣的 感情殺截的方式 這我輕輕地跟你 提醒 人 跟人之間 不是這樣 運作的 這公司的出廠 站在官府 和你也都老朋友 平常心說 我也做你 為難了他 要調查 不是 所以說 他會給我們 但是你要了解 整個 憲武團隊的 黃建廷 為了這個事情 重創他的形象 我要在這裡 代表 所有的 愛台東的人 在我們的端正 兩日 你們到底聽不聽不懂 我不了解 但是我希望 我們國務人員 秉著自己的 良知做出發點頭 這是不是 一個長年的筆案 我相信大家很了解 我大膽地說 這個金庫 不只是 只是在農業處而已 昨天釋調處 來到台東 我們的總統市的處長 我相信 他給我回答 偵查不公開 偵查不公開 他在那裡 不清 沒錯 有需要 站在這裡 真的在說 要負責人 主長 你們也是要負責人 對小孩也是要有一個好良好的形象 你為什麼 多次在議會執行 你卻把它模糊交點 夜模糊交點 我告訴你 政府裡面 有更多人 會葬身在你的手裡 我告訴你 市長 跟嚴伯說 可能是 我們的認知不一樣 我在議會說 因為我們 所獲得的資訊 不一樣 消息來源 不一樣 你希望這個習主任檢察官 自己查辦到底嗎 其實習主任檢察官 有什麼人 那都不知道 這邊的主辦 這個小金庫 你需不需要他查辦到底 還你清白 因為頭到尾 沒有問我這間 沒有啦 你告訴我 你說你該請過 你需不需要他查辦到底 還你清白 自己人報告 有台下公司的處理 角度控不敢 所以說啦 行處長 是 近代調查就好了 不要對外一致犯法啦 是 我拜託啦 不然董事會有很多人 讓你害死 我輕輕幫你點 你不要這樣 真正我沒有騙你 我是都好心幫你拿著 你是議會 這樣說出來 害到百人 你不要去 部委爭鋒事了 不是我害的 是議員 你是 你站在我們端正 政府的鎮風 你是在外面賣一個 言語 被影響到同事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我外面賣一個 我輕輕跟你點 你騙騙人 我便不是說對個人 我們是希望黃建廷的團隊是優質的 但是他今天捅了這個樓子 你們對黃建廷怎麼交代 你們對他們要怎麼交代 中部長 不要 總部長 管長有叫你秩為不 就我們的管長 我知道啦 你的這管是什麼 調查嘛 外調查就去調查了 他有叫你 要支持 要炒情緒嗎 我剛才跟議員報告過就是 我們管長都完全遵重 我們的這管 不交代就對了啦 不交代 所以要把這個事情擬去 沒有交代 嗯 你說 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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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 沒關係 你幾個時候撒 沒關係 用良知就好了啦 習處長 不管這個案子 到結尾是什麼 我希望你還是本著一個公務人員 疼愛你周邊的 所有的同事部署 用平常心 啊不然我們無限三黨內 會很多人真的會心理你的手頭 我是給你輕輕 給你點一下 議員喔 我給你報告啦 這整個事件的當中 我覺得要檢討就是說 我對同仁的上班要求比較厭 我不知道要求選擇的 要出那麼多事情 這我是沒想到的 這就是你人生的經驗嘛 那本帳啊 我沒想到 我那本帳啊 我希望對你來說是沒有騷擾你的 但是那本帳已經被人拿走了 農委那本帳的人已經沒有贏了 你們自己怎麼看 怎麼處理 我希望你未來對社會的國界 一定要有一個交代 感謝大學主席 兩位請坐 謝謝 好 謝謝 林三天 林議員 因為第二個沒有人登記 我們休息到9點20我們再繼續開會 好 我們繼續開會 下一個登記的議員是王輝龍 王議員 行檔時間10分鐘 好 謝謝主席 各位我們這裡的 所有的我們這裡 處長 我們這裡的 所有的我們這裡的 我們一塊一塊 最大的 放在那邊的 哪一塊 你知道嗎 就是我們的結帝友的遊樂區 你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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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賞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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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塊一塊兩三百塊 現在放在那邊都發照 因為我們顧送 關心是不是顧贏 是 我們目前是顧贏 不過他們還拿去上手 對 還拿去上手 我跟你講 這 現在最近有聽說 那個 有一些某某團隊 說要做這個什麼 那個 保護 保護器 做什麼 這個 處長 你一年這麼好 如果要為保護局 其實那有一些定署要走 在 保護環境 如果說一個 失地的部分 這可能要很多方面來考慮 再討論 對 處長 其實說 其實不是失地 你要了解一點 那是 地方有五年 這麼水 都沒讓老 老不出 那都是老第一條 資本大牌 啊 跑去擠在那裡 那集水期不是 不是 不是 失地 啊 那麼 有人上當 那水就沒了 所以說 每次 有人 聽不到的人 有些人 說有什麼關係 那裡 老天堂 老天堂就乾了 那 剛才 失地就沒乾了 失地 自從出 床不在這 失地 那是 擠在那裡 那也真的有開發 就沒有那個 水在那 那水都擠在那裡 那水都擠在那裡 有這個魚 因為那上面有一個魚骨 在那裡 流到魚 竟然流到魚在那裡 這個地方 所以說 這裡都來吃魚 在那裡 做魚 啊 作為這裡 一個團隊 說說 要來補湖 來給 這裡的交話來這裡 可以做一個補湖區 來 這裡 觀賞 這裡的交話 其實喔 這已經 對農民 算是很多 這個 我們 尤其這個大牌 到這個 那裡 那裡 脊水是結別的 那些 都是一些農民 這些的 農作文 也大火 或是有更大的水 就擠在那裡 他們 他們說 他們要去做財修 就做一個方法 我們 一些團隊就去給他檢查 說說 他們在當地財修 在那裡 飛在那裡的那個補湖區 那裡 那裡 目前 我經過的搜尋 我問 觀眾問他 這個師弟 這個補湖區 剛才不成功 怎麼會說補湖區 的村長 嗯 你 這是你現在 那裡的地方 你管的嘛 是 所以那裡有補湖區 沒說 你怎麼知道 那裡的地方是 木情是一個出水口 木情是沒有 就反應沒有 正式下去圍 圍圖什麼補湖區 木情是沒有啦 主持人啊 那裡也真的沒有補湖區 喔 日本地區 後面就不用叮噹啊 那補湖區到周邊 外面裡面 他們說什麼關係 我生在那裡也可以 那補湖區的這補湖區 這齁 對我們地區的人發展 對我們冠軍還有十幾 因為那補湖區 那補湖區 你絕對有兩百幾個都完蛋了 那補湖區就沒有人家進來 還有一個美麗湾的第二次的美麗湾 因為 真的你如果要開湖區 那補湖區做得好 做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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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補湖區 補湖區 補湖區 那補湖區 補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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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補湖區 那也不是辦法 這部分 因為那補湖區 建設處 水裏口 已經要負責了 我想負責了 負責那時候 會跟農民來討論 看水路要怎麼走 比較不會印象 它那補湖區 都自己有關鍵而已 農民都沒有關鍵 這樣那補湖區 也做得出去 農民都安心了 水都不會蓋 不會蓋好 那補湖區就不會蓋水了 他那些縫裸一塊 沒有縫裸就消費了 就膽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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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農民的一些漏灰 漏灰漏漏水垢都膽子膽子 這自己要保護自己也不行 人家又去炒 說說那警察說 人家減肌說什麼 關於有在威禱區 其實不是威禱區 在威禱區有一個泥巴嘛 對不對 那個有蓋涉 泥巴蓋涉 好怪那些農民 農民要去保護自己 保護自己的房子 保護這樣就不行 所以說我們的 政府一天 在水里口我也要問 我建議說去現場 說自己做房子 把農民自己做 他說他不敢學 他說驚人說話 說說那個有保護在那裡 不可以學上黨 我說這樣 目前的地方都不會生意 我們建設水里口也說他也不知道 你這也不知道 這已經我所在也沒有保護 所以說他們都發動說 就是保護區 這要讓教育 不可以在那裡 不可以在那裡插 不可以在那裡 外出這麼頂張 所以你心裡這個 這個理由是你自己管理 你為了醫療大臣 看在那裡兩百多塊 那不簡單 要存放到那裡 沒那麼簡單 所以說要好好來整個建設 我們管理處長 要來好好處理一下 好 沒問題 我來想看看要怎麼處理 我來跟建設 這個地方要好好瞭解 所以我幾個月一個 台湖也沒關係 你看看 看一個人材 可以幫我開花一下嗎 好 請請請 謝謝議員 再來我請地政處長 處理好 是 我們日本第一季 是會車頭的對不對 是 那道是價位那 資歷重化 資歷重化第一季 現在第二季 以前也有稻子 也有稻子 但你都要不開花 甚至你才有 我們地政處才有 現在有在準備嗎 第二季的領域 現在第一季 沒有起初期 差不多 以前是說 現在我差不多一半月 所以說你現在第二季 現在要準備一下 日本地區是未來 台湯的第二季 我們台湯市後就是 各位方元 現在方元也差不多了 所以說第二季 你有在計劃 跟中華有嗎 我很希望說能夠趕快完成 第二季的重化 可是當初有評估過說 因為當地的區域的發展 人口並沒有增加 好像沒有急需開發的必要性 當初是這樣子評估的 那如果說現在人口有增加 然後區域的發展也到了某個程度 以上的話 我們會評估做第二期的 實體重化的整體開發 現在日本台湯台湯市場所在 那是沒有後面的 超過一萬人的 這是都 人不是沒有人的很多 所以說這個第二季 我向你先計劃一下 由這個 輔入那條 逃到日本路三大 那三十米路的 看能夠性格 把價位的揮開 那條 現在是第二季 第二季裡面的道路 所以說你們這邊這裡 要拿出價位 把那三十米的性格開開 所以後面這裡 人家要去住 還可以讓人家去住 人家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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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開出來 你把路先開出來 好 好不好 拜託你 好 謝謝 那三十米路比較重要 我們進行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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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台湯台 阿伯也進行平衡 那邊進行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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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議長謝謝 謝謝議員 謝謝 好 謝謝王慧龍 王議員 我們接下來請張前西南 審查時間十分鐘 謝謝大會主席 各位局長 大家早 好 首先人事處處長 劉處長早 針對我們海端巷內的國中小 目前校戶 有八個校戶 那目前是我們布農族 也是我們在地的 只有零個 所以本期 在這裡想要跟處長 我們來討論看看 我們在每年度 我們 呃 甄選我們校戶的 甄選資格理念 是不是有必要去做 稍微修正 呃 跟月報告 我們公務人員 在原住民進入的部分 本來就有一定的比例 就是每一個機關 每一個學校 它都一定適當的 原來必須要進入原住民的公務人員 然後這個部分 在偏鄉地區 因為可能是 它本身沒有達到 所以30 就是一定要進入原住民的條件 所以並沒有刻意的 針對它支援的部分 一定要進入 是 但是因為本鄉 目前考取我們 我們專技高 高考校護的資格 的護士 其實就近有30人左右 但是好像就是說 在每年徵選的部分 我們沒有辦法說 像教育處 教育處就有一個 就有一個 針對我們原住民教師 回鄉服務的做法 就是布農族級的教師 能夠優先回到我們 布農族地區的學校來服務 那排灣族級的教師 也一樣能夠回到 我們排灣族地區的學校去做服務 那我想說 我們是不是未來 我們在做 我們本鄉 海端鄉 護士就是 校護徵選的 程訊資格中 我們是不是能夠再 參考一下我們教育處 一樣的方式 就是說我們再增加一個 就是說 如果是優先 有布農族級 那我們當然就非常歡迎 那不知道說 處長 有這個 是不是有這樣的機會 那根源報告 葉建議真是很好 那目前教師的部分 因為他還不符合原住民 金融教師的比例的條件 所以他在爭取 教師資格的時候 可以把這個資格條件 放進去 那因為公務人員部分 是已經足以的 那都會公告 他有他的公平性 跟一致性 那自己說有沒有特別要 要針對某個地區 某個族群人 做一個特別的徵選 我們後續再研究 謝謝 那本期這邊還是強烈的 希望我們人事處 能夠朝這樣子的方向去做處理 因為其實我們本鄉 具有高考護理資格的 護士真的非常多 但是好像能夠回鄉服務的 機率非常非常的少 那也是說 希望有這樣的資格 那能夠回到 我們一起回鄉服務 然後也能夠 文化背景相同 語言相同 那我相信在跟 我們鄉親做溝通的時候 也能夠比較降低我們 一些糾紛和摩擦 所以說希望處長 再麻煩多多幫忙一下 我們海端鄉 好 我們後續再來研究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處長 處長請坐 接下來 管理處處長 江處長 有關我們偏鄉 就是需求反應式的運輸系統 目前有在試辦中 是不是可以請處長 稍微簡述一下 目前的試辦情形如何 我們目前是在申請當中 最主要就是以 就是目前公路的公車 沒有辦法到達的地方 那目前中央有這樣的一個計畫 就是不是 因為我們偏鄉的地方 如果要用目前 不管是大巴士或中巴士 進去營運的話 那它的整個營運的效果都非常的差 幾乎都是虧損的非常的嚴重 而且搭乘率不高 那所以說現在中央有一個做法 就是可能是用計程車的方式 是 比較用計程車來代替中巴或大巴的營運的模式 那目前試辦的就是效能還算不錯 現在還沒有正式開始 還沒有正式 我們還在提案當中 是 對 還在提案 所以我們目前中央跟我們有一起討論 跟會堪的結果 我們先初步的選定就是我們的 就是紅葉村 是 紅葉村 對 先選定紅葉村 然後現在還在提計畫 是 等到確定之後 我們先會以紅葉村作為示範 然後看看它的成效如何 也就是說 一天會補助多少的台的計程車 會進去載客 然後我們補貼給計程車司機 好 因為像本鄉 我們立道村啊 就是也有這樣的情況 其實客運公司如果上去載 然後人數又不多 他們就比較 會在班次上會去做減少 那像我們 以我們立道村來說 我們一天就只有兩班 而且 從立道上 就是下山的時間 就只有早上八點二十五 下午就是三點十五分 那你就只有這兩班 其實我們 很多立道村的 像學童 要上 要上下學的時候 就非常 不方便 那很多家長 也要為了 配合學校放學的時間 還要特地下山 所以想說這部分 是不是能夠再請管理處 再多多的協調看看 來幫助我們立道村的客運 我們的運輸 看看能不能增加班次 甚至是我們調整時間 配合我們在地 離開部落居民他們的需求 來調整營運的時間 好 這個部分我們可以跟客運業者 再來討論看看 好 謝謝處長 然後這次光雕還有特地 交三仙台的一個地點 舉辦地點 那我們海端鄉 其實能夠舉辦這樣子 大型音樂會活動的地點 其實也是有 那不知道說今年 如果今年真的來不及 那是不是未來 能夠將我們海端鄉 舉辦這種光雕音樂會的時間 光雕音樂會的機會可以增加 其實我們今年的 光雕音樂會的場地 我們在去年的時候 都是有發文給各鄉鎮公所 來提出來 因為每一個鄉鎮公所 都在爭取嘛 那所以說 是有一些鄉鎮是沒有提出的 比如說海端鄉 就是沒有提出的一個公所 那我想沒關係 我們會來看看海端的場地 因為熱氣球 我知道因為平常對海端鄉 就是覺得都是山地地形 但是我們其實像廣源村 海端村 我們都是比較偏於 比較平坦的地形 其實是可以來做示範的 所以說這邊是想說 跟處長來溝通看看 我們是不是在明年度 如果再舉辦光雕音樂會 這樣子的一個活動的話 也能夠將我們海端鄉 納入一個舉辦的地點的參考 是我們會去看一下 因為熱氣球的光雕音樂會 它其實場地的要求還蠻嚴格的 它必須有很大的腹地 第二個它附近的停車要非常的方便 要非常的便捷 所以還有一些水電的搭配啊等等 很多都需要去現場看場 那我們明年 如果議員可以給我們 比較好的場地的建議 我們可以去看一下 好那再謝謝處長 謝謝 處長請坐 本期在日前有跟處長有提過 就是有關我們海端鄉水蜜桃的問題 不知道處長有句關係嗎 那一天在設計的時候 我看水蜜桃有看到了 是比鹽品大概好一點 因為鹽品還沒看到 海端鄉是有看到 議員的建議還有公所的建議 那後來我們過去是 我們對海端鄉是 這方面是沒有補助了 那今年我們有特別補助一些經費 讓他們在做促銷 當然是議員有關係 因為還有一個就是 有關我們這次 一月份有爆韓海 但是因為那時候 我們水蜜桃還沒有生長啊 沒有果實 那現在剛好就正值我們水蜜桃 盛產的季節 但是每一個鄉民都提出 在去年 幾乎每一個農民都可以 產量超過100鄉 但是今年都大而銳減 甚至100鄉都補到 那有是想要跟貴處去做詢問說 是不是有能夠補貼的方式 因為他們一年只採收這一次 那他們的產量突然 銳減那麼多 那不知道他們要怎麼辦 跟議員報告 這個就有時候 當然這是一個好的議題啦 不過像這次的蠻果 蠻果它的有減產大概五成 減產七成八成也有 所以它應該不是單一的水蜜桃的問題 它是一個氣候的影響 希望貴處能夠去做通盤 去做訪查 看看我們這些農民 其實真的很辛苦 他們一年只採收這一次 但是因為氣候的原因 導致於他們沒有辦法去生產一些農作物 那他們的生活佳績也會受到很多的困苦 那貴處能夠做協助嗎 這個我們來研究看看 不過你用救濟或者救助的方式 用天然災的方式 那本習在這邊還是希望說 出長能夠再次到我們海端鄉 去問看看我們海端鄉的那些水蜜桃的鄉民 去問看看他們有沒有什麼需要去做協助的 也希望貴處能夠去做輔導 可以嗎 這個我們會來配合 好那再次麻煩出長 我們會請農務科 要那個農改廠 至少說這一次我們在開會期間 是不是能夠先開一個像座談會說明會 請我們農民一起來集資訪應 找那個農開廠的專家一起到現地去看 好那再麻煩處長 謝謝張淺議員 我們接下來請黃瑞法、黃瑞議員 行打時間十分鐘 謝謝大會主席 各位早 首先我請教我們文化處 議員長 議員長 中處長辛苦了 議員長 我請教中處長 請您說明目前中古第七號 有沒有什麼藝文的活動 那下鄉展演的計畫 請說明 謝謝議員一直對藝文活動的關心 那去年我們在關山就有兩場 一場是我們一個熱門音樂的band到關山 那另外一場是我們邀請了這個指風車 這兩場到關山 那今年是有一場是五月一號 今年五月一號張正傑大提琴 剛到關山 那預計在七八九三個月 我還會再邀兩隊的熱門音樂 也會到關山 這是目前確定的 以上跟議員報告 那處長 我的意思齁 請教的重點也是要放在小朋友的這個計場 是 適合小朋友的計場 那適合小朋友的計場的這個表演 當然指風車集團齁 在你們文化處來推動也蠻成功的 那幾年前我們指風車集團也曾經 在我們縱古第七來攢演兩次 當初盛況可以說是空前 而且整個國小的船船船 擠得水洩不通 那是在幾年前 小朋友非常的喜歡這個指風車的集團 我相信未來在處長 是不是能繼續來接洽看看 接洽看看 鄉下 你應該知道 鄉下的文化資源 比不上我們室內的小朋友 而且跟其他的這個外縣市 跟北部的相比之下 有差了一大幾 一大幾 那有很多的小朋友很多的家長 更希望在免費的這個公園之下 希望在他們的期盼之下 能繼續來看指風車集團 那麼之前有很多的家長 帶著陪著小朋友去看看 去看指風車 那個情景你看起來蠻幸福的 縣長曾經有說一句話你知道嗎 請開始 你知道你還記得嗎縣長 曾經有說一句話 是 不記得齁 縣長說這一句話齁 你不記得你該打屁屁喔 縣長他說齁 台東的文化不再是沙漠了 還記得嗎 有 所以文化是我們精神的糧食 去年 我們的雲門五級也在池上來公園 那也得到很好的評價 不過在針對小朋友這個部分齁 我一直認為齁 我們還要再多用心 我也希望處長 你本身對這個七塊齁 要好好的去用心 我更希望在下會期之前 本席能看到你的努力的成果 可以嗎 沒問題吧 發呃 七月十六 雲門又要再來 不是 對於小朋友的這個器官 這個部分 好的 因為小朋友 一般這個 雲門五級齁 大部分都是大人的 所以小朋友的部分齁 你要多用心 好的 多努力 我更希望台東的文化在你的努力之下 會慢慢的起飛 好 我希望大家共勉 請處長努力 謝謝 處長請奏向 這下去可能比較 不重視的人事處 我還是要跟你碰個場 你好 請你好 請叫余處長 在管理學方面 什麼最不好管 一般就我們來講 人是最難去管理的 對 人最不好管 因為人 他有思想 有個性 有忌妒 不管你站在哪個立場 做得公正公平 還是人家認為你不公平 人家說一隻米是百有人 就像我跟習慧貴處長一樣 吃同樣一個米 習慧貴處長做不得聰明 能言善道 我呢 還是齁 不善以言辭 說我不聰明 習慧貴處長就很聰明 所以一隻米是百有人 都在座的各位 都是不同的個性 曾經前幾天 有民眾給我反映 民眾到縣政府洽工 他要找承辦人員 承辦人員不站 科長也不站 結果旁邊的通人 跟他說兩個都出記 兩個都出記 依照人事法規裡面規定 外出也要登記 我不知道這個拆請的部分 你如何來管理 處長你說說看 跟宇人報告 我覺得許處長很聰明 可是 宇人您更有智慧 那 人的部分呢 我覺得管理是靠制度的 其實我們拆請 是有一套制度在管理的 那 不曉得宇人剛剛提到 那兩個同仁 能不能給我們一些數據 因為事實上 他出差或者是外出 就是有一套的根據程序的 甚至於說職務代理人 那 這部分我們會再加強的要求 處長 這個 我們的員工請教 是不是也有職務代理人 對 對啊 應該職務代理人要出面 出面來幫民眾來解決 民眾從關山來到縣府洽工 結果鋪了空 又讓民眾又做個空車回去 這樣會帶來很多的這個民怨 我想在這個區塊 你們人士要建立一個制度 最起碼你要上勤下打下來 你三不五十 你也要查勤一下 看員工上班有沒有正常 是不是這樣 都是很鬆散的 在這方面你要多多去用心一點 人士是很重要的 根據報告 其實我們這幾年現場上任之後 我們非常重視外民服的品質 那對員工的職務代理這部分 我們要求 那如果還有機關同仁沒有落實的話 我們當然會嚴謹的去要求 那如果可以的話 因為坦白說 我覺得我們工部門這幾年 大部分的機關跟同仁 都很在乎民眾的感受 那當然有少部分同仁 我們如果疏忽到了 甚至於說管理上沒有落實的 我們也會再檢討 這方面我們還是希望 我們幫處長女這一邊 一定要多多的去關心 這個是對於民眾的 對於我們現武的生意很重要 這個民意很重要 來了鋪了空 又跑回關山 說你明天再來 這種交代對嗎 應該也有職務代理人 可能職務代理人又外出了 兩個都出去 一般來說 一般的規定職務代理人 應該不能外出 也不能請降 也不能出差 這樣對嗎 如果本身有代理性質的話 除了本職工作之外 代理的當然也是要做好 不過能不能請議員私下 讓我了解比較具體的施行 這種可以更嚴謹的來處理 所以人事這方面 還是請我們處長 要多多熱氣 去了解 我還是要求 三不五時要查詢一下 員工上班看有沒有正常 這個最重要的 好的 那如果沒有正常的話 也可以列入年終的考核 是不是這樣 不要一視同仁 表現好的 表現不好的 也是都是假的 我看你也是這種個性 不好意思得罪了 其實我們對同仁的要求 是以績效為重 不允許這種比較相怨的行為產生 好 我還是要求你 人事這個區塊 要好好的管理 好 辛苦 好 幸運的關心 謝謝 還有一點 還有一點思人語的時間 我再請教我們處長 地震處 處長 江處長好 處長我簡單說幾句話 在我們的原地裡面 田裡裡面 簡單的搭魚盆的 簡單的這個撿狗室 都是鋼寮 對不起 都是鋼寮 那鋼寮這個部分 我問是不是有違反這個 農地非農用這樣有沒有違反 搭工了可能也要那個 也要做申請吧 做那個 它是不是屬那個農業設施 農業的那個必要設施 那是農地農用是你這邊的管理啊 農地農用是 我這邊負責管制 然後是農業 農業單位去認定 我想這方面 你們再多研究一下 應該像這方面 是工療的部分 是檢果室 也可以往開一面 好 請助長 謝謝主席 謝謝 我今天執行到時候來職 好 謝謝黃樂法 黃議員 我們接下來 有田思小田眼 行打時間十分鐘 好 謝謝主席 我先來請我們 提醒出長 也好 出長 這個 最近 我們地方也發展起來 我們大鳳嶺的地區 就是我們紅田那個所在 沒有什麼 去四五間的大房間 是不是有的都要不再蓋 那麼 那一個八成就在說 你們只要都在那些財團 在蓋 但是我們八成要蓋一間屋 屁股比較困難 最近我們紅田這邊 八成真的一直在反彈 他說 說要找一天 說要丟我帶頭 要去現這種抗議 我應該信賴 因為我們是民主國家 本來我就來這個技術 兩天完 我們第一次 手臂跟什麼 所有的局勢 我們來協商一下 那麼 那頂的飛機 但是我們樓處長 也在說 說 如果真的有這個需要 他們也要去開一個說明會 其實 都沒有啦 因為這個議員在說的 有的 我做第一次的時候 我就說過了 就夠在飛飛車 一直飛咬咬咬不聽 咬咬咬不聽 咬咬不聽 沒聲音 你知道嗎 所以有時候我知道 我們說 我們農務客 我說到現在在搔聲 你知道我才知道 我們民意代表 真的是可能 要讓你們在 裡面的上班 吹你們去量 我還要替你們 我們替你們動 八成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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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替 我們 八成做一些事情 因為 我早知道之後 我們 我們房電 那個地區裡面 可以去的家 沒有幾間 我們爸爸算 很穩定的人 所以那時候 鍋子 你也去買一塊 就那個 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那個帶了 搬起來之後 銀… 買到自己的東區 所以有去 這個要向我們 躲 真的 他們说 洪電 那個地區 現在發展到這樣 但是 一直在說 已經說 已經說了十多了 毛布じゃ衛 在昨年的時候 雷政府 碢見書 有來到 我們 Varu 憑委 service 來開�� 那的時候 我就 早上omina開 curious 那時候好像是,我是委員,我參加副委員 那時候就是說,當時家裡裡面的豐田地區 我們豐田這個地方,就是人口不夠 所以,這個發展不起來 說那個市場,要給威惠市場刪掉 那時候,演技術裡面一個客廳 要信市還是市場 我就說,我說客廳 這是你政府不對耶,這不是我們八成不對耶 是你到現在的為止,你們把揭起來之後 你們也不去中揭 要是要七段真說,你這個兜兜兜不要做 你們都不去用,我們八成是為什麼去 也口水的名字,要每天都在補兜兜兜兜兜 一直叫,叫也沒有用 不過是說,因為你對這個地政裡面,這個理政也很來行 像這事情拜託你 因為,地方要發展裡面,真的要平均去發展 目前我們台東市裡面 很大的地方就是在太平風田大風田地區 整個面積在那裡 都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所以八成要去真的沒有去 應該 不然我們衛生不應該去管這些土地 他們最多的苦慮 他不會去扣北市的苦慮 他會扣他們自己的苦慮 我想說我們四位政府政府 我們要聽我們也要說出來 不然你一次不要有這麼多 你認為說這裡需要多少 由政府來做一個單位 你們要去做 你們要去做 我們免得代表我們就算有一個交代 你若去開之後 人家說你是要中學還是要去論徵 人家說八成都沒有 那是老百姓的事情 這就不是你們的問題 所以這要靠去 你們一定要去做 我們處長你的看法是怎麼樣 謝謝議員對風田地區發展的關係 我在這邊跟議員報告一下 就是我們都知道說 議員長期以來對風田地區的土地開發的重視 相對的我們的團隊也很重視 風田地區總共在都市計畫裡面 有劃為三個地區要做私立重劃 可是我們去線刊去測量完畢之後 我們就發現說 如果說依照都市計畫的分區去做私立重劃的話 會造成民眾民眾的負擔會增加 而且它部分是房屋密集區 所以現階段是由那個 我們在府內在檢討說 進行整個都市計畫的通盤檢討 可能要把部分的公共設施的用地的部分 可能要做一些變更 包括那個房屋密集的地區 可能要剔除在私立重劃的範圍外 因為依照私立重劃裡面的規定 重劃區內的公共設施的總共有十項負擔 都是由這個區域裡面的土地所有權能共同負擔 那如果說照現在的都市計畫的分區的話 公共設施的分區比例的話 會增加當地民眾的很大的負擔 所以我們現在正在進行都市計畫的通盤檢討 以上跟議員報告 因為這個齁 是 所以我本身是建議我說 能夠我們的現有地 那邊現有地也非常多 我們的管理府邸和我們財政 共有十三個叫做土地 只要是 你自己在外交的地方 你不能說你政府的土地 你就不要參加這個行列裡面啊 當然你如果管委員會參加裡面 跟你的高雄先生的土地也參加在裡面 如果也這樣起來一個 董事業的老百姓 差不多四股不會這麼大啊 本來你們就是 因為你的管委員會裡面 都參加到八姓中 高雄先生還有土地也是 都這樣一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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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當然你買董事業裡面 本來你就是要公平啊 你政府的土地也是要參加裡面 但是這處理起來 這八姓就是萬一了 這個我跟議員做個報告就是說 如果說都市計劃 劃定這個區域要做整體開發的話 工有土地 包括國有土地 縣有土地 跟鄉鎮有土地 是一定要參加勢力重劃的 工有土地不能夠剔除 是一定要參加的 所以沒有剛剛議員說 我擔心的是說 公有那個現有土地不參加的 因為在法條裡面有明定 所以議員說公有土地 一定要參加勢力重劃 所以這個工作 因為市長你對地政裡面 你算太來行 謝謝謝謝 你又賺幾個 本來這個大鳳聯機 這個地方 這個問題 就拜託市長 在台灣市長 都要關心一下 要繼續努力 謝謝 真的 都市要發展裡面 因為我們台南市 現在炒得飽和 像我們現在土地 台東市區裡面 一片 我們十萬一大堆 我們台東哪有夠 這個出價 這個政府 這些空位 都隆重 隆重 隆重也政府抖出來 你隆重的話 不能去建議 誰去建議 不然建議 他要去賺什麼 所以一個壟斷市長 這真的是 這個政府的政策 在這裡提供給我們 處長了解一下 好 謝謝議員 感謝處長 這個大鳳聯機器 我們說這麼久了 真的 我們民營代表 很可憐 拜託你 主長你請坐 謝謝議員關心 謝謝 謝謝主席 好 謝謝田司長 田議員 我們接下來請 謝協議協議員 大會主席 各相關單位的 局處長 還有柯市的主管 我想請教一下 我們官方理由處 我們漂亮的處長 議員早 早 我們去年的 去年的淡季船班補助 事實上這是政府的一個美意 我們也在 謝謝電腐跟立島鄉公所的鄉長 還有船公司的代表開過會 對 那我想再請問你一下 處長 我們那個是幾月補助到幾月 單季船班大概都是以 1月到3月 然後9月到12月 是齁 這等於有差不多半年吧 對 總金額是400多萬吧 我查一下 沒關係 金額上 我們不來檢討這個齁 處長你也知道說我們開會的時候 我現在想請教一個比較 要癥結性的問題 淡季船班補助 難道一定要 發包的嗎 整體發包嗎 所謂補助款要發包嗎 因為提案的是鄉政公所 所以是我們都會尊重鄉政公所的處理的方式 像藍宇跟綠島 兩個公所的處理方式就不一樣 那妳這次淡季船班補助有執行嗎 都有啊 那綠島沒有執行的話 妳這裡 以任執行不利是不是會被扣分呢 會被檢討 會被檢討 處長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我們淡季船班補助的意思是說 每一班 這個發電港務局要求船公司 每班早上都有一班來回 這個是他們訂定的 然後政府為了讓百姓方便 所以他還會給我們錢要補助 下午來回一班嘛 我們開會的用意也是這樣對不對 船公司也答應嘛 那是來回等於一個 這樣算是 兩個航式 來回這樣兩個航式 一天補助兩個航式是不是一班船 兩個航式七萬塊 大概吧 是不是這樣 大概費用我手邊沒有 好 那錢都有了 我們現在就是沒有執行 你說妳知不知道這今年的冬天 造成百姓有多麼不得不方便 還來再碰到德安 德安因為飛機新舊飛機交接 現在德安早上開七點二十七點四十五第一班 下午開四點多的一班來回啦 一天兩班 所以說 處長 這個是不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上一次那個淡季船班補助我們的會議 那個是我們內部會議啦 但是 上一次那個船票公司要漲價我們去協調 我們兩個真的是一個主持人一個心眼在那邊真的是很可憐 因為 這個 船公司跟 相公所還有代表會是真的吵起來嘛對不對 是我們一直在安撫 所以 船公司後來 才讓不說 船票不漲價的嘛對不對 就是繼續給綠島鄉民優惠啦 對 是不是開會的內容是這樣 對 他本來要取消了 他本來就是要漲價的嘛 我們也沒有理由讓他不漲價 因為他那個是自己 不是政府規定他一定要補助 一定要優惠優惠 對不對 可是一般的百姓不知道喔 他以為這個船公司本來就要優惠他的 藉這個機會我必須要請問你 我必須要讓普羅大眾知道嘛 那我們兩個是不是很累的在那邊 兩方的一直一直的安撫 對不對 是啊 因為我們畢竟要以公眾的利益為優先啊 對 還是要協調雙方 處長你也常常在 有時候在那個非上班時間接到我的電話嘛 對不對 因為船班的問題 或是因為後送的問題 對不對 你也常接到嘛 沒錯 所以你看到我也會 真的你電話如果是 電話響視我的名字 你也會插在那邊嘛對不對 沒有沒有沒有 敬佩議員 沒有 這個是 其實這個是一個 根本 要解決的問題啊 真的不是說 碰到的時候我們來用電話聯絡的啦 那我的意思是說 淡班 這一次的淡季的淡班沒有 淡季的船班沒有補助啊 明年我們應該怎麼執行 你的認為呢 我想我們還是會持續的跟公所來協調啦 因為畢竟 這樣好不好 不要再講公所了 在地的父母官 或者在地的 沒有 第一線的單位啊 所以他必須直接去面對鄉民去解決事情 欸 因為法律有一個用詞是所謂代位球場嘛 你不行我帶你去 去做這些事情嘛 縣武也可以代位處理嘛 只是麻煩一點而已啊 為什麼 縣武直接執行不行嗎 這樣你也不必被檢討啊 我來協調啦 我相信現在的鄉長是有能力可以做的啦 那有做為什麼冬天我們都開完會了 為什麼就不執行呢 你的感覺怎麼樣 你對這樣一個淡季一個冬天沒有 沒有讓百姓享受到下午的那一班補助的船 你說這個我們應該怎麼樣 你的感受怎麼樣 沒關係你直接講 我們當然不希望就是中央有補助給我們 然後最後我們又沒有去執行 那對鄉民來講當然不是一件好事 好 那我講我的觀念好不好 我不管你是鄉公主或是縣政府 這個叫做政府無能嘛 中央有錢給你補助 你沒有執行 當然你也是苦主 你也是受害者 因為你要被檢討的啊 可是站在百姓的立場 我必須替百姓抱怨啊 為什麼都有開協調會了 為什麼要搞到這個樣子 我們在協調 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我們可能就再變更預算 因為他預算的科目是編在獎補助給公所 好 那我想請問一下喔 處長 今年 這個夏天過了以後 淡季就來了 我了解 今年還有這個經位可以用嗎 那個現在如果他還沒有執行的話 表示那費用還低 可以辦保齡嗎 不行 你會被檢討的時候 你會不會因為被檢討 然後這個補助款就沒有了 這補助款從哪裡來的 中央都是交通部 那個核定的 啊你如果不 我 譬如說我給我小孩子 他說爸爸我不需要用到這些錢 我下次還會再給你嗎 沒有執行就是 就是繳回啊 繳回 啊今年還會有嗎 今年有啊 有 已經有核定經費了 好 那處長 這樣子好不好 我們不要再 不要再那麼 在那個手續上 那麼濃長的在那邊討論那些細節 我今年 我要看到我的百姓 中島在艱苦 會不會有存在 不用等到明天再去 這樣好不好 好 喔 我們來努力啦 喔 拜託一下 我知道你也苦足啦 啊 但是講到這個事情 我就不能CCR啦 我真的要嚴肅的講 齁 齁 因為 那一遍 抱怨 這個歷道的交通不方便 可是明明有這個錢 可以補助可以 一天兩萬元 讓你選擇 結果 你 近年的冠天一天開一萬 你說我做議員的 我狹氣的議員 你說我 我 想看我們會辛苦嗎 我了解 齁 啊我剛才在問你 說我們 尊公司 中島在協調那天 我就有看到 有攝影機 那有 那有 那有攝影 那有紀錄 沒有齁 啊拜託你說齁 齁齁 齁齁齁齁 像這種有爭議的議題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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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責加上他們不要漲價 那為什麼百姓 都不知道那個會議我有開呢 是不是開完會 我有跟你講說要發布新聞稿 有嘛吼 我知道有發新聞稿 所以我現在還要再講一個問題 你知道我們立島在看什麼文嗎 不是看新聞 是看舊文 我爸爸經常反應 我每次前20台都看五天前的新聞 我們還說今日新聞 你各位康席主管 你會怎麼這麼好笑嗎 有人在關心力度 有力度在關心台東的新聞 結果是看五天前的新聞 我上一次也有跟 相關科士說過了 是計畫出了什麼 結果你沒有一名了 所以議員拿出來台東是這樣的的時候 你像是議員要怎麼可以跟你們保持 良好的關係好好地說 今天比較委託 因為我把所有問題 簽對你 但是 不代表 我對你肯定有意見 我們是來檢討說這要怎麼處理就好 好嗎 等一下我再說問 謝謝 謝謝議員 謝謝 謝謝議員 我們接下來請 洪中凱洪議員 請打時間十分鐘 謝謝大家 謝謝主席 前面的時間先讓 我們總召先來講 好 那我們就請 習近郎 習議員 謝謝大家主席 非常感謝我們洪中凱洪議員 首先 以最盡快的方式 請許處長 謝謝主席 議員 早 你還可以再一次 請問的事情 你幫我做一次報告嗎 好 你說農社會申請的 我跟議員報告 農社申請 早上我們回去研究醫藥 本來我們說 一般四十五天 真的 也不是健保第三類 也不是農保的 六十天 我跟議員報告 現在從現在開始 我申請 我現在算兩禮拜 申請一遍 我完結上二十八天 二十八天 那會準的 二十八天都要給人 那如果 你不是健保第三類 也不是農保的 差不多十天 差不多四十天 四十天 四十五天 那過程 過程當中 如果過程 當中有退行的 多一禮拜 那整個把你退掉的 那整個把你退掉 又重疹一千 整個把你退掉 那我就像這樣 就算了 就是從現在開始 可以跟他們說 除非你是 第三類 健保第三類 到農保以外 這時間說 會超過一個月 吉他都一個月 二十八天 給人 我現在就這樣跟議員報告 你等一會兒後 你幫你申請辦法 一張書面報告 給我 這不我現在說 就這樣算了 這不就我們 我現在說 我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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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條一條 等一條一條 你中場休息 你中場休息 就再找我一個 好 我們就現在 開始要求 這部分 當然 這部分 變成我們府內 在深測的時候 我們這個原則 也利用這個時間的說明 我們在深測的時候 我們有各個黨員 我們有高的黨員 那 如果深測 正常差不多 幾天要給他們 那深測那天 缺席的 事統通過 事統通過 我現在想留這個機會 讓我們其他黨員知道 不能說 因為你沒有來參加 就標示說 你沒有參加 尊重點意見 我們不行了 這就是 你沒有出席 就表示沒有意見 還是你說 首先 書面審查 你就標示意見 不然你不能說 你說你怎麼要我怎麼 我相信這樣 把我們府內的動作一致 我們就不要用 會搞的方式 會搞的方式 有的比較快 一天 盡量比較簡化的方式 我的意思是 他要求就是 越簡化越好 越方便越好 我現在說的 我做成問題 整個人來揮揮揮 這樣露燈 車燈 一台市很麻煩 是 好嗎 當然我第一次團 差不多十五天 會決定 我們的身材 能夠過 對 董寶雄現場會 十天的法律 OK 謝謝市長 感謝你 非常感謝我們 黃中海鴻議員 謝謝 我們接下來請 管理處處長 處長 有關昨天問的 美麗灣的事情 接下來 憲股打算怎麼做 目前 因為我們 跟美麗灣公司 其實還有是 有契約關係 還是存在著 所以現在的做法 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說 他是不是要按照 我們的合約的規定 他要繼續 履行 所以 也就是說 法院的判決 現在是 撤銷還評 他需不需要按照 法院的判定 重新重提 還評 這是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他打算放棄 不要在這邊 繼續做了的話 還有我們契約的規定要做 比如說 他要提出 終止合約 那終止合約 就後續還有很多事情 要談了 所以 今年的夏天 確定我們 沒有山原海水利場 可以使用 其實他都是開放的 就是沒有救生員 在現場 那所以 如果在現場發生的事故 誰要負責 台東縣政府 還是美麗灣 這個部分 我想 目前的管理單位 還是美麗灣公司 所以我們是有要求他還是要 現場 還是要設告示 不是只有設告示 這個在這個地方出事了 他要負責 這個讓他明確的知道 不是用這個方式 說你沒有表達 你就來懲罰台東縣政府 這個部分 希望盡快能夠 讓大家有一個 這個我們會來轉檔 讓他趕快來 有一個交代 了解 那如果不要做 比較快的 快一點點 再來 處長 我要問你的是 資本師弟 就是 結地有那個案件 那個是屬於貴處的業務 是 那一陣子這樣 汗一坑把水滑掉 也是屬於你們這邊的業務嗎 應該說 那個範圍是 官呂處管理的 對 整個的 合約訴訟 那個都是官呂處在負責 那因為 那個出海口的部分 涉及到水的灌溉的渠道 所以我們會跟水利科再來看 怎麼來解決這個問題啊 因為我們算是 只是一個管理單位 那整個排水系統 到底要怎麼去兼顧到 還生態 又要兼顧到農民 所以這個都需要再 再去討論 市長你跟你報告一下 現在 結地有的這一個案件 齁 我們跟他打官司 前一陣子報紙上有寫 還在打官司 那好像我們贏了嘛 是 那贏了接下來呢 什麼時候可以把這個合約撤銷 把土地還給我們 現在因為我們 他還提上訴啊 他還提上訴 對 他也是提上訴 那我建議這樣 在上一個會期 我就建議過了 我們台東縣政府 按照他合約裡面 他的管理 他管理不當 對不對 既然你認為 你訴求認為合約還存在 那就代表你現在還要 付這個管轄權 整個資本失地裡面 亂丟垃圾 亂請到垃圾 整個範圍內 沒有依照規定來 來管理的 我們照他換 照三個回合 看你要拿嗎 我覺得政府是要做或不做的問題啊 對不對 民眾他可以 那個 我違規駕駛 一條路 中華路 從頭到尾 我可以讓三個警察攔下來 被開了三張罰單 對不對 他這個 這麼明顯的違法的案件 為什麼沒有辦法 照三個回合 因為我們現在堅持是 我們跟那個 接地爾公司的契約是不存在啊 我想這個管理的責任 目前 針對 倒垃圾 什麼 因為我們管理處說真的也沒有什麼人力啦 因為我們算是最 最小的一個處 沒有啦 不過這也不是理由 所以我們已經決定 就是在主要的入口 我們會用 用一些阻擋的設施 就是讓一些大喜的基劇 沒有辦法進去 市長兩個部分啦 第一個部分就是 有關於 這一個地方 他沒有依照規定來做管理的 好好的追究 我希望在 那個 總質詢的時候 你能夠針對這個部分回來 你們接下來要怎麼追究 他沒有好好管理的部分 那再來呢 第二個部分就是 針對於 他現在說 旁邊是私人土地 所以我自己挖一坑把水落掉 這是我的事 那個水保課長 這個 這個 他這樣的做法 需不需要 河背 那個 農業處 他要挖這條 要把水落掉 需要保備嗎 如果是在山坡地範圍的話 那個 那現在 他現在在出海口 在資本市地那地方 他這樣挖 要不要 通報 如果是在山坡地範圍的話 那就需要 那個地方不是山坡地嘛 海邊 那個 那邊應該算 那個 林寶地嘛 要確認 要確認 如果不是山坡地範圍的話 那他就沒有水保法的適用 就 不需要 他那個範圍 是我們管轄的範圍 還是他個人私人土地 他挖那個洞 把水落掉 那個地方 沒有啦 你們 這件事情已經鬧得沸沸揚揚揚了 你們都沒有去關心 民眾都在看 台東縣政府到底打算要怎麼做 這個部分 跟議員報告 因為水利科已經會排定 我們會去會堪了 去確定那個範圍 是不是私人的土地 據我所知 是有一部分私人的土地 剩下的地方 你一樣可以開發 不會影響到 未來要開發的權利啊 但是我們可以讓台東 這個台灣僅有的 少數的幾個濕地 能夠把它保留下來嘛 對不對 這件事情在上個會期 都已經有講過 啊就是講過之後 也沒有任何的動作 甚至於這個 繞罪的範圍是 誰在管轄 我們到現在還不清楚 所以我們什麼時候 可以完成這些 因為整個濕地的劃設 其實我們只是 土地的一個管理單位啦 那至於濕地 是不是劃設 它是不是重 具有 濕地的那些保存的價值 其實它必須經過 主管機關 來申請劃設認定 就像文資法一樣啦 那所以 我整個的範圍 我們目前 因為我們已經確定 就是 傑蒂爾那個是 跟那個傑蒂爾公司的契約 已經不存在 所以我們會進行 整體的一個 一個規劃 來檢討 哪些地方需要保留 哪些地方可以開發 他上訴之後 還要多久還可以定驗 目前 不知道 不清楚 盡快啦 這個趕快 我覺得喔 我們就逼他嘛 先按照我說的 我希望盡快看到你們 在這個部分有作為 好不好 好 謝謝處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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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中凱 洪媛 我們上半場時間 就到這裡告一段落 我們10點40 再繼續開會 好 謝謝 謝謝 好 我們繼續開會 我們接下來執行的議員 請武警環委員 審討時間10分鐘 謝謝大會主席 我們 憲浦各級處 一位同仁 大家平安 好 好 首先喔 我請教我們管理處 張處長 你好 好 是 那個 這回 是 那個 食令餐桌 節 是 我請問一下 我問 人要出貨 人要出貨 那個 薛正義 科長 你聽過嗎 參與過嗎 食令餐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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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報議員 我沒有現場去 到現場到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去現場 啊 那個 產地餐桌的計畫 你知道嗎 知道 知道喔 它範圍什麼 呃 跟議員報告 那個 那個 實際的那個範圍 我這邊是 沒有那麼 對整個計畫屬性 不是那麼了解 建德知道嗎 嗯 副長 你知道嗎 知道 不知道喔 是 產地 處長你說好不好 範圍你說好不好 好 是 產地餐桌這個計畫 我請坐 是 我們提報的經濟部 的地產基金 從103年度 102年度都提報 然後是三年的計畫 那它的範圍 最主要是 縱谷地區 就是池上 觀山 鹿野 這三個鄉鎮為主 所以我們這三年喔 最主要的是要 輔導我們的 一些 呃 店家喔 尤其是希望 我們未來 希望這三個鄉鎮 就是走向 曼城 的一個模式 那曼城的模式 開始就要從 曼石開始 所以呢 那個所謂的曼石啊 就是相對於我們現在的素食的文化 所以說 我覺得我們的 這樣的一個 一個曼石 一個慢活 這樣的運動 是可以在我們縱谷推動 我現在是問你齁 煩惟是 縱谷鎮的五鄉鎮嗎 縱谷鎮後來我們有包含到 海端陸野 是 海端陸野 就五鄉鎮 是 縱谷鎮有鄉鎮 縱谷鎮有幾鄉鎮 縱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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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其實是會有一個公告跟訪查的程序 然後 你總經費是經濟部補助嘛 是 是 一千零七十萬 是 分幾年 三年 三年嘛 是 三年的成效 評選出來的目前為止應該是三十幾家 慢時的店家是有三十二家 那你們認定過的 認定要評鑑的 評鑑過 十九家 幾家 十九家 十九家 那你們的工作計畫內容 第一點是輔導產業嘛 是 再來就是旅遊串聯嘛 是 再來就是協助行銷嘛 是 那不是 你們的工作計畫是一千零七十萬做的 是 那在 在他們 業者齁 在你們認定過的那裡 其實我有去 呃 蘇貝下問幾間 嗯 認定過的那裡 第一點齁 呃 他們認為說 你有認定過後 你只要是旅遊串聯跟 跟那個 協助行銷啦 嗯 比如行銷的部分 可能是說 網路行銷 平面媒體行銷 再來是說 你們那個店 認定的店 你們有做牌子給他們 有 認定的牌子 有 我們做的是比較小的桌面牌 桌面牌 啊 注意說 協助上我們的 我們的計畫內容當中 是不是真的有實際 來協助當地 特色產業 以及推廣嘛 是 啊 其實 那兩三間 我們問一下齁 我猜 我們的利益那裡好 對總股線也好 那些 副業長 做的總股線啊 那個五鄉鎮 其實利益這麼好 但是 很少人知道 他們店家 其實說店家 也有些 也不是很 怎麼講 感受不到 我們政府 這個施政的美意 為什麼 他說齁 做一個明信片 對吧 一個明信片嘛 那好像是辦強迫事 齁 再來 你那個 一千空七十萬 你去評鑑 你就去那裡吃嘛 齁 評鑑嘛 那 食材也沒有給他們補助 齁 我是反應他們 那裡 經過認定之後 店家的反應 讓我聽了啦 那再來 行銷的部分就是 行銷的部分 他們認為說你們行銷又不夠 包括我問兩個副長 兩個副長 一個副長 一個副長 基本上要了解說 產地餐桌 計畫 打開的形 其實 台東人 當然齁 基本上要了解的 應該也不多啦 這次副長 你的看法呢 謝謝議員 這個副長 的確是我們還要再努力的地方 因為那個產地餐桌 其實店家是 呃 是比較小的一個店家 所以我們的輔導團隊 也很努力的去輔導一些店家 讓他從無到有 然後慢慢的 我們希望他的知名度能夠拓展 所以呢我們今年才會有一個轉型的計畫 也是我們還要 我覺得你今年做那個 我們也叫做實力餐桌 今年做那個實力餐桌 建費200萬是中央補助還是定位 也是中央補助的錢 對 實力餐桌 對我們從 是不是華東幾幾 是兩百萬吧 對 是兩百萬 95年度的嗎 不是 一百五年度 對 這是今年新的價位 我們實力餐桌 這代表是說你是 產地餐桌計畫做得不錯 你才延續 延續這個 延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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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 其實用比例原則也不對 你種股縣五個鄉鎮用一千零七十萬 那現在東海岸縣 南圍縣 用兩百萬 這樣用比例原則齁 雖然福利中是館餐桌 不過我是不是 全館來講 兩百萬做得不錯 兩百萬這樣也太少了 是 補國議員 我們本來實力餐桌是 102、103、104 時間已經結束了 你不是時間105年 今年105年 今年105年我們 就用實力餐桌 就是把 我們本來福島的店家 給他的知名度 可以讓更多人了解 你這麼嚇的不是 你嚇的是 你嚇的是 是實力餐桌節齁 之前年度105年 計畫內容 辦理春夏秋冬 共市場的實力餐桌節這個部分 並福島東海岸縣南圍縣 潛力店家 及邀國外慢食專家交流 你是這樣而已 你認證 你認證 跟當初 產地餐桌節計畫 沒有什麼 解答的結束 你說的是這邊的部分嗎 好 我跟議員說明清楚好了 實力餐桌節 是把我們原先三年的福島的店家 加上 我們打算把東海岸 南圍縣的潛力店家 一起找來 然後在實力餐桌節 春夏秋冬 市場的活動裡面 都邀請他們一起來 在我們的鐵花村 鐵花步道上 然後會 我問一下 在座齁 上面的各位處長 科長 參加過 今年度辦一場 實力餐桌節 請幾首 你上面 都沒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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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嗎 有 有嗎 對啊 我附做一個在這裡 你這延續性 延續性專關 雖然經費是200萬 沒有不對 分春夏秋冬四場 四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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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場大概五十萬 那五十萬 最重要的是行銷 你怎麼協助 家的店家 認證之後 還是有新的要輔導 你怎麼會有意義 不然你現在 等這多年 都在消化醫生 我認為 其實縣政府你的 你的施政上 說理念上 要有台東各特色 產地的一些文化 比較特殊的 讓外面的旅客都知道 這最好 利益很好 但是 目的 要讓店家 真正實質上感受到 縣政府的美意 好不好 謝謝 謝謝副長 謝謝大會主席 謝謝 謝謝吳警懷這麼用心的行問 我們接下來請 張惟生 張議員 謝謝大會主席 我們觀光局 觀光處 我們永榮分校 現在是飛行學校 這個工程進度如何 都已經完工了 完工了齁 是哪一家公司 哪一家公司 天際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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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當初在 呃 一百零一年的時候 呃 那現在你的縣府跟那個公司 監獄的約定是怎樣 我不知道 請問一下 我們天際航空目前的營運 它的所有的活動的地勤 都是在地為主 在地為主嗎 對 因為從台東過去它還不來 它每天的活動它都需要在地的地勤 我們這次部落會議他們也在那邊提 為什麼當初那個縣府坦的條件 他們都沒有這個機會去當臨時工在那邊 因為天際航空它其實沒有聘很多的員工在上面 因為它天氣不好它幾乎沒有辦法 多少 幾個人 它的員工不多 它的就是主要是飛行員 那飛行員要考照的 所以我們現在的飛行員 也有我們布農族的飛行員 然後其他的像地勤的人員 地勤人員一定是以在地為主 甚至在地都找不夠 都還要出去台東這邊來找 我說那個學校校園裡面的那個 清潔工的臨時員 臨時員 應該也是在地人喔 它也是一兩個而已 它沒有很多人 沒有啊 他們說沒有 我們是開部落會議的時候 他們就在那邊建議 我叫啊 當初我們宣佛說達人說那個條件 我不知道你們怎麼 這個監業的業定是怎麼學的 他那個目前的禁用的人員喔 我我再了解一下啦 那不過我知道他們的禁用人力 其實是不多的 大概只有幾位而已 有時候當做說明 會說要 為了要改這個 改這個學校 他叫一個一個去 邀他們去開那個同義書的時候 他們的條件就是這樣啊 但是現在也不曉得 好 我來解一下 不知道齁 我知道是 地勤是一定用在地的啦 可是臨時人員用清潔工的部分 因為他清潔工好像只有一個還兩個而已 也不是很多 所以我想 我了解一下 是不是用在地的還是 對啊 他們一兩個也是要在那個 當地的居民才對啊 好 我了解看看 你把這個事情給你了解一下 因為我們每次開部落會議的時候 他們就提這個事情 當初為什麼 跟現在又不太一樣 政府做一道說一道做一道就是這樣 他們也在怪我們 好 希望我們組長 再了解一下這個事情 好 那第二個 我們交通部觀光期 105年 油機據點都是 加值計畫提案申請補助 是 那補助哪一些 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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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我 海端的 霧路公園 關山清水公園 然後還有多輛火車站 金尊的衝浪的基地 還有蘭嶼的環境改善工程 大概這些 我們清水公園要改善什麼 清水公園是相控所的提案 他大概是要把一些環境 包括他現有的建築空間 還有環境 可能做一些改善 我建議一下我們組長 你看陸爺的熱機酒 那麼夯 紙上的波浪大道 已經整五處 你看觀山中間好像人掉了 你是稍微規劃一下 我們觀山清水規劃好不好 因為有這次的觀山清水公園 我們會協助公所把它做得更好 包括他的自行車道 我們都是今年主推的重點 我們會把以前的觀山自行車道的風滑在線 所以我們的所有的主軸 會放在觀山的自行車道上 因為觀山清 那個自行車道是全省第一個的 你現在是沒落啦 所以說你們公所 我們幸福好像沒有均衡的發展 我們會努力啦 因為以前是我們的許惠貴處長 當政長的時候的重要的政績 我想我們會來持續把它做得更好 那這次編多少預算 經費 官山 官山核定的設計計畫經費是八百萬 是官山部分嗎 官山的部分 八百多萬 嗯 已經 合定了 合定了 什麼時候開始動工 我們要求是六月底之前一定要發包 設計 規劃設計 還沒有發包就對了 還沒有 因為現在都還在納預算 我現在這次才趕快提議會 要納在預算裡面 那我們未來是交給公所來執行 所以說我們官山現在已經 直上那麼好 路也這麼好 所以說我們官山 現在變只是 在很低的地方 低彎的地方都沒有辦法發展了 會啦 我們一起努力了 我們篇幅一定要經營發展 是 好 謝謝我們 處長 謝謝謝謝議員 還有地震處 議員好 處長 是 重畫機是你們的業務 是 好 我們今年 那個農水路改善 宣服執行的部分 直上官山入野 有 還有哪裡 那個是農地重 旧的農地重畫 其他農地的農水路改善 好 我們入野的是重畫機在哪裡 路也放在哪裡 路也放在哪裡 因為我們這個 那個是由鄉鎮施工所 承報那個承報上來的 所以我們是由鄉鎮施工所 自己去開選 那個適當的地區 不是 我們 不是我們主動分配 是由那個 憲服執行部分啊 對 我們 我們執行 因為是農委會 行政業農業委員會 他補助我們 今年是補助我們一千八百萬 然後我們就分配各鄉鎮 曾經辦過農地重畫區的鄉鎮 提報 有需要做農水路更新的部分 由各鄉鎮提報 官山的重畫機在哪裡 官山就由官山鎮工所去提報 他們需要 地點在哪裡 哪一段 那我是請我們重畫課長跟你做說明一下 我們到底先看過 謝謝 科長 請 議員好 那那個 路演的部分是在那個榮田地區 哪裡 榮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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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官山呢 官山的部分 不好意思議員這個部分 我們這個禮拜 跟上個禮拜是有去會看 那這個部分的話 是不是容我回去 調查之後 再跟議員回報 因為議會期間 我沒有去 你們 沒有他有說 這個你們的又應該地點在哪裡 都應該知道啊 怎麼都不知道 不好意思 因為這個部分不是整個農地重畫區的 所有的農水路都會做 那詳細的地段的部分 我可能要把這個資料再調出來 對 那詞上的呢 詞上的部分是在那一個 平礁道附近有一個 那一個農地重畫區的那個農路的部分 對 官山是在越野段 知道嗎 並不是整個越野段的農路都有 都有納入那個 那詞上的在心腹段 對 你這次 AC路面13條 5160公尺 是不是有做嗎 是 在哪裡 不好意思 議員您說的是 官山的部分 還是池上的部分 不知道你們啊 這個是在哪裡 坐在哪裡啊 不好意思 剛才你說 AC路面160公尺的部分 13條 5160公尺 是嗎 嗯 這在哪裡 這個部分的話 是全部整個重古縣 我們目前 抱上去的一個數量 是好 是 那 我們池上那個心腹 心腹段的那個 總畫區 是 有一條 到現在都還沒有做好 慈腹段的部分 我們去年 去年 就已經有納入這個 濃水度改善的部分 那因為每年 各鄉鎮分配的數量的那個 金額有限 所以去年沒做完的部分 我們是今年會再繼續把它完成 今年會不會做在這個直上觀山路也 慈腹段的部分會繼續執行 希望你在那一條 到現在已經那麼久了都還沒有做 這這個部分我們在努力 好 謝謝請坐 好 謝謝大會主席 謝謝張華山張議員 我們接下來請蔡玉琳 蔡玉琳 請打時間十分鐘 謝謝大會主席 那本席想請教一下我們的管理處處長 你好 你好 那個 有關我們台東縣的一個熱氣球 我們每年編列不少預算 那我們每年的熱氣球 在到各地 或是各你們場所 在這個光雕音樂會的時候 或是曙光的時候 我們這部分的經費 你們是編列多少錢 我們沒有針對光雕音樂會的部分 單獨去編經費 都是編在我們的整個活動的 飛行的標案裡面 那我想再請問一下 我們每一次辦理這個光雕音樂會 或是曙光的時候 我們是固定的場所嗎 沒有 那我們從去年開始 第一次就是我們有下鄉 去選擇適合做光雕的地點 開始來進行 所以今年是第二年了 今年第二 我們去年是在哪一個地方做 去年在成功太馬里 然後還有陸也高台 還有台東市 那處長 我想要在這邊建議一下 我們南迴縣 當然我們除了太馬里那個地方 有這個熟光的那個光雕音樂會 那我跟處長建議一下 那不凡你在大五達人那個地方 找一個比較寬廣的地方 讓我們應樂會能夠可以配合我們的收穫劫 收穫劫的聯合活動 或是一般大型的活動這樣 比如說像晚上的 我們有一些夜間的活動 我想大五地區 其實我們達人去觀望課也不少 而且我們又是南迴的 從我們高雄下來的一個門面 我想如果從南到北 每一個地方每一個廠次都有這個光雕 這個音樂會的活動 或是曙光的活動 我想可能對我們台東線的熱氣球 會帶來更好的那個更好的發展 那我在跟我們處長講 第二個是我們上一次去年 我們看台26線還有大五段那個地方的那個 工程視察的時候 請問處長 你看了之後你有什麼看法 我先回答那個光雕的部分 那今年其實我們是 在去年的時候 我們都有發文給各鄉鎮公所 提案就是說 今年我們要辦光雕音樂會了 是不是有適合建議的地點 請公所提案給我 因為很多人都需要鄉鎮公所來配合 那不過有幾個公所是沒有提案 那現在議員建議的那個大五的部分 我們會去看一下場地 然後看是不是適合來舉行 那至於台26線的部分 因為他牽涉的議員知道他牽涉到屏東化社 那個保留區的問題 那我們也已經有正式發文給交通部 請交通部再來重新邀請台東跟屏東 兩個縣市政府來協商 然後我們其實縣長也非常的積極 也寫過最上應該是前幾個禮拜 有私函給我們的立法院長 蘇家選書院長 希望他能夠出面再來協調這樣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們都目前都還有繼續在處理當中 那個大鳥段那個地方 就是大五香那個地方 大五香不是一個大鳥段 也是你們都 那個大鳥遊戲區 因為那天的那個鄉長 他們自己有去爭取經費了 所以他們會去處理 那個地段已經快一年了 真的是好像臨萬不堪 他有來跟北洋縣政府爭取經費去做改善 因為我想我們520就明天就就職 我想我們台26縣的開通 應該如果我們積極的跟我們這個屏東縣的 去溝通協調或是交通溝通協調 我想一定有很好的成果 希望我們管理處那個地方縣政府 我們積極把台26縣想辦法讓有很好的結果 謝謝那個處長 我們會再努力 謝謝醫院 本席想請教一下我們的農業處處長 你好 我想請問一下 我上任以來 我們一直在談到我們的水土保持的生息 那我們水土保持的生息的問題 在我們部落在我們的轄隙裡面 真的是越來越多 因為我想回鄉跟座的年輕人也越來越多 所以每次他們要來回鄉 要來開始跟座的時候 他們都是感到非常非常惶恐 因為我們關視水土保持的申請 就要花上很多的時間 你看申請一個水土保持 現在是比如說是我們小米的播種期 那我們要申請水保的申請也要一兩個月 已經播種期的時間已經過了 那如果說我們的水保申請 像比如說簡易水保或是免擬寄水保 尤其是在免擬寄水保的 就是幾乎是在平地 我在想前幾天我跟原民處那邊 處宅溝通 我們那免擬寄水保 可不可以授權給鄉公所 來直接他們有同意說 可以去那個用重機械來跟作這樣 免擬寄水保本來就是授權鄉公所 只是說一般鄉公所認為這個彈子太重 他一般來講不願意承擔 因為我跟鄉公所 我們在去會刊的時候 鄉公所是說 縣政府沒有公文正式公文授權給他們 這個到底是問題 我都自己主持了 我都主持了 每個鄉公所要表達意見 像三月份的時候 我們鄉公所前面就有二十幾件 收到我們這個縣政府的公文 就是說浪肯浪法 那我們去會看的時候 真的幾乎都是平衍 幾乎本來就是他們在跟作的地方 那只不過是因為雜草比較多 他們用重機械去跟作 也受到警方或是鄉公所的制止 然後一等就兩個月過了 你看他們這樣子怎麼去 目前我們申請那個檢疫的水保 跟議員報告 現在是兩個禮拜 不是兩個業 我們目前年初到現在 一個半月從他們被開罰 做停止跟 停止動員繼續 那開罰不要 違規跟那個申請是不一樣 違規當然時間會久一點 但是你都假如申請的話是兩個禮拜 所以我們也麻煩也請議員 以後跟他們跟我們那個 我們鄉親講 現在申請水保是很容易 而且我 我們現在目前農業處在做檢疫水保 目前的話 他的整個的授錢會拉大 也就是說 假如土地稍微平坦 或者沒有水土寶石的餘率的 我們最多最多可以到兩公頃 但是假如說他坡度很大 而且他可能比較水土保持一粒的 我們大概不會跟你五分地 可能只有一分地兩分地 我們就是用這種方式 讓我們申請的人 可以最快速的能夠達到他要的 因為你假如說 比如說坡度稍微大一點 你五分地的話 那水土保持要做蠻多的 對他來講他也是困擾 而且呢 一做多的話 有的人就是說 尤其種其他東西 尤其有一些經濟價值的 他可能做了五分地 他想說多挖一下 不是 處長他們是 我們是這樣子 如果我們去年有耕作 有種紅藜 有種小米 那在中間期間他們休耕嘛 那休耕之後 就變雜草重生 那他們要用種機械器去耕作 那我們還要申請 檢疫水保 像剛才議員講那個 本來大概一兩年 兩三年前都種那個小米啊 或紅藜啊 我想他的申請 他速度也很快 那很快 因為那個地形不會改變太大 我們現在講了 大概稍微要花時間 大概是地形改變很大的 或者是已經成雜木林了 可能20年30年沒有了 雜木林了 那個變化就很大 我在這裡是講的是 重點是說 如果能夠縣政府 很明確的告訴相公所說 這個免你劑水保 由你們相公所直接 直接來處理 就不用再找到縣政府就好了 跟也報告 那一天的會是 我不敢講說 我們同仁過去講得夠不夠清楚 我當然真的 我沒辦法保證 但是那一天 我們許科長在場 所有同仁在場 我主持的會議 我自己講得很清楚 你們還要請各單位表示意見 對 你看 你們來看了之後 原民處又要來會康 然後這樣的時間 那是違規吧 那應該是違規吧 不是 我們 就是我們三坡地保 那個三坡 我們的三坡地 不是 不管是違規或是申請 你們都不是要去會康嗎 違規是比較麻煩 違規會比較麻煩 因為檢疫水保都在我們這邊 不管是違規或是正常 你們兩個都要去現康 去現康嘛對不對 去現康之後 都還要等上好 趁場的時間 希望我們 農業處或是原民處 站在鄉民的立場 我們把他們的申請案件 或是什麼 要趕快把它解決 這樣子 跟你的報告 我們目前還沒有審查 還不到六十件 目前還沒有審查 我們已經審查了大概八百件 好 處長 謝謝 麻煩幫我們水保的問題 還是要好好的 會後在市場 找習處長跟我們聊一下 我們接下來請張正輝張議員 謝謝主席 就剛剛蔡議員說的 其實處長只要明確 下個正式的行文 給各鄉鎮事公所 大概他們就會做 好 所以你在會議裡面講 他們沒有文書資料 大概都不會做 好 好不好 那就麻煩你 好 我馬上 最近馬上發出去 好 然後大概是哪種情形 我們會大概簡單寫一下 哪一種情形 可以免你去水保 然後把大概的原則 然後就發下去 我覺得這樣做是最好的 好不好 他們也有依據 不然他們不敢下決定 所以議員 你有當過鄉長 所以你很清楚 鄉公所怕什麼 怕沒有公文 所以我們公文會出去 好 那就感謝你 好不好 我們替農民感謝你 是 520 明天 新政府全部就位 恭喜我們國家 又和平的轉換政權 不過 事實上 對整個農業來說 很多的農民都開始擔心了 他們未來 東西不能銷到大陸 就少了一個 管大的市場 台東縣 我們是農業大縣 我相信也會影響非常多的農民 他未來的行銷的部分 處長有沒有針對這個思考過你的因應的作為 好 八萬爺 我想大概 整個來講 會什麼變化 這個不是我們可以預測的 但是以我們台東來講 我們大概有兩個方式 第一個方式 第一個是我們可以自己馬上可以做到的 就是我們對於品質的這種保證 比如台東品牌的如何的保證 包括在藥檢 或者在各種農藥的使用 這個部分的檢驗 這個我們內控上面 我們自己要努力 這個當然我們不能讓人家有藉口說 因為你檢驗出來 然後這個整個貨櫃退回去 或者檢驗出來 過去很多例子 我想這個問題要我們自己內控 這個部分我們可以繼續來做 而且我們更要努力 這個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就是 剛剛議員所提到的就是 交到大陸的問題 這個當然跟我們縣府本身的態度是很重要 我想我們這幾年跟大陸之間的農產品的這種交流 就農業的交流 算蠻密切的 我覺得這種關係 這種溫度 仍然以目前的狀況來講 這個還是那個保證 只要這個沒有 我們在處理這個事情 沒有特別的那個 處長 個人認為你的這個說明太樂觀了 品牌的部分 當然品質的部分 我們是可以掌控 對 但是市場 你要再找一個 然後重新做一個推廣 是比較不容易的 不是嗎 如果你現在 蕭婉大陸的農特產品 假定 是有佔全部的40% 一下子如果關掉這個市場的話 您大概就不能夠應用 我們市價是佔90% 台東會 一般是把90%都往那邊 對 是啊 這是非常大的損失 當然我們一般來講 農業的交流 一方面當然看 整個 整個中間政府 整個政府的政策 但是地方政府的態度很重要 我覺得我們縣長是蠻務實的 縣長對這個也蠻重視的 我想在這個部分 我們這個熱度 並不見得就會 因為他還是有個別差異啦 就像我們今天 像我們在議員也是一樣啊 我對議員的事情是最配合的 所以議員當然相對的會對我好一點 那個江處長對你是不是很配合 所以你有機會的話就踢他一腳 這很正常啊 你這個比喻不太好 這不太好 但是我講的意思就是說 實際上我們縣 中央政務貴地方政府 我知道你的意思啦 地方政府貴地方政府 我知道你的意思 你的意思說我們要跟中央政府切割 不是不是 中央政府是整個大政策嘛 但是我想他們在處理的時候 他還是有個別差異嘛 這個我相信啦 他認為哪一個地方 處長這個我相信 台東縣政府一直是藍天 應該互動的不錯 不過我們還是要為以籌謀才對 就像說齁 這麼大量的市場 他真的關閉 其實我們自己是吃不消的 我想他的關閉 他並不會是前面是關閉 他不會 他還是看特別差異 最近報章雜誌報紙都在登嘛 比如像屏東的這個龍膽石 18億啦 他們好多的東西好多項 都已經暫停輸入了 現在我想你所看到的 議員所看到的 大概做特定的縣市 目前你還沒有看到花蓮的嘛 目前沒有看到台東的嘛 目前 所以我想這個 等到四道領頭 你就來不及了 你還是需要有自己的一套策略 以便做為因應嘛 你不能到四道領頭 你再做 林可解僅怎麼來得及 當然超支在我們的 我們當然要努力來做了 就是說 我們先讓自己能夠壯大 先讓我們的農產品 我們能夠達到標準 這個是超支在我們 當然另外一方面 超支在別人的部分 這個剛好跟我們的 在處理這個事情的態度 是有關係嘛 不是啊 我還是要建議處長 好好的思考這個部分 是是是 剛剛你在講的那個 評管啊 品質提升的問題 處長最近對 金豐的 對整個南回縣的小米 跟 宏林 處長你們有沒有一套的策略 能夠來支持他們 欸 我們目前 我們把南回的杂兩三寶後 然後另外再加阿 一個 三寶就是包括樹氏 小米、紅里這三寶吧 Scholars 再加一個 洛省 這個四個是目前 我們在農業處推的整個過程當中 算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們希望它跟有機結合在一起 然後打出台東的品牌 我們所謂的有機就是說 因為它的環境 它的生長環境 它的條件 其實做有機認證是最容易的 我們用有機來做認證 然後台灣假如要紅嶺 他就是台東紅嶺 知道啊 所以我只是要問你 你有哪一些措施 像你認證的話 也都是農民自己要出資 你這裡有沒有在補助啊 我們目前我們在花東基金 在爭取這個部分 就是要在這部分出比較丟臉 當然我們在目前在溝通過程當中 是有一點難度了 但是我們把它換到重點 這樣啦 我建議處長 如果你需要推管這個部分 有資或者是無毒 你需要一個基地協助他們來做檢驗嘛 是 是 希望能夠挑南迴縣流一個鄉鎮 來協助縣府來做這個事 我覺得對在地的農民來說 真是一大福音啊 是 好不好 所以那個加工的問題 包括議員所關心的加工的問題 也感謝議員的支持 跟那個泰馬里農會 那個土地 工業用地那個 這個非常感謝議員的支持啊 你當過鄉長還是不一樣啦 所以很多事情讓我們都會全力配合我們 所以相對的 你對我們也比較友善啦 因為你知道是有難度的 蔡議員她的意思是說 台東現在的觀光的形象幾乎是熱氣球 是 她很想建議你啊 一進來台東就有看到熱氣球的意象 所以希望你在達人 長兵或者慈喪 能夠想個方法看看 有什麼東西做出來 一看哎 我到台東了 因為有熱氣球 好不好 他是希望你思考這個部分 好 另外 上一次 署長跟我們可愛的宣凱 從南迴縣一路走上來 你踩踏了幾個點 目前你有哪一些的計畫 準備在南迴縣來推展 目前我們南迴縣最重要的點 當然最從大五就是金融湖嘛 所以金融湖是我們也是要努力再去思考 讓它怎麼讓遊客願意去進駐的 然後還有我們多良火車站現在非常的夯 可是相對它也產生很多問題 那所以說今年我們特地針對多良的火車站 我們也提了一個計畫 跟觀光局爭取到一千萬 就要包括遠有提到的 包括交通的部分的改善 然後它的現在的平台 還有旁邊不是我們現在部落一些 一些店家的環境 一直到整個上面部落工坊那些 都是在我們這次的改善的範圍之內 所以我們再多良火車站 還有議員在當鄉長任內做的天空步道 也是我們今年主推的重點 所以我們的鐵馬輕旅行的部分 我們有要求一定要有排這樣的天空步道的路線 然後我們也會在網站上 我們今年會做一個自行車的網站 把我們的線內的所有自行車道都放在網站上面 好 有關鐵馬的各位我想是各鄉鎮幾乎都有了 剩下就是我們處長你這邊再把它串聯起來 是 再強化一點 我覺得這樣就會越推越好了好不好 我們的目標是希望來台東 是可以到各部落去體驗 這個才是台東跟別的鄉 別的縣市不同的地方 如果我們再強化這裡 我覺得處長你做得很好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謝謝張正輝 張演員 我們接下來請謝謝一線議員 大會主席 這個農業處長 處長 是 那個我們這個歷道的冰場 這個移民的製冰場 是 已經完成了 處理好 土地也好 但是我現在在這裡想要 幫我們縣武照一下區 叫一個威勳 因為一般不知道哪些市民 都當作冰箱 是劉趙豪立委 叫 叫我們那個什麼 耶穌 處理 其實 我聽到我也很委屈 因為我做主席的時候 是鄉長 帶 帶他們 媳婦 三季頭 我們代表會拜訪 他們說要冰箱 所以說我們的冰箱 就因為 代表會提案 管政府 管政府送 去業處嘛 對不對 那個時間 可能你那時候不是在農業處做處 我知道 但是這個態勢你應該知道嘛 我知道 現在 中途就是因為他們緊張嘛 因為我們這裡有一個 行政城市在走的時候 他們緊張就 我們以前的政局長 那個 前的衛生局長 陳兆龍 陳兆龍 因為他就跟劉趙豪關的不錯 所以師弟啊 在說的時候 他就把這個案 就靠趙豪立委 啊 劉立委就把 三個 姿徒帶去 叫 秘魅俠的來 啊 說說的 啊 其實 這個東西 我們是 行政行官都已經在做了 結果落來的時候 經驗落來的時候 是不是有兩個 所在 要讓我們 讓我們 讓我們 管政府警 一個是 歷道嘛 一個負工 一個是 對 負工 負工 哦 負工 啊 當初 管長是不是 因為 知道 歷道的 輸求到 優先行貴的 對 啊 所以說 把這個錢嘛 就沒有負工了嘛 就等給 歷道嘛 負工是 對 是不是 不是這樣 是 啊 啊 我這個 紛紛勞勞 我是 就這個機會 想說 又還有一些 負工 我也 我也要就這個機會 你知道嗎 說 其實 那時候的代表會 跟我們管政府 真是世界大力 欸 跟 議員報告 你這事情 說到重點 因為 這間的製兵場 我們管政府 要負擔 很大的比例 所以 如果不是管政府 不及其 這案子絕對不公平 所以 這部分 議員說 就是重點 當然 議員 如果有新案子 我們也希望 希望 劉立委 跟我們搭三天 但是 過去的 最重點是 管政府 沒有 市長 我在這裡 並沒有說 劉立委 這個動作是壞的 這是 這是好的嘛 因為 譬如說 現在香港所要退行的政策 我議員 議員 我要來搭三 這是 這是政客的 我今天不是在這裡要否認 劉立委的這種做法 但是 就是說 我們也不要因為他這樣子 然後就變成是 單方面的功勞 現政府就是 連苦勞也沒有 沒有功勞也沒有苦勞 按照政策來說 我們還要出錢 還要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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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說了 我就是說 不要緊 站在政府的立場 政府是人民的公僕 北市紗友 北市紗友 民之所益 藏在我心 李政委 我雖然對他的 國民做過 不太欣賞 不過他這句話 我應該記得 北市紗友 我都把他放在心裡 這是我們 在公部門 然後需要 其實我們議員 你都知道 一般 譬如說 管政府 一些投資 在立島做投資 如果管政府投資 議員出民 絕對有幫助 所以 你說 中央 如果是議會 中央一些經費 就是說 他要讓管政府 有時候多幾個月 他會 無法抵給他 就是他有出民 到底無法抵給他 但是 他本來 為什麼要讓這家會 順便認證 做幾個月 像我們說 這事情是 其實從頭到尾 你說 碼頭 你們在合標 那 當時的補貼 我聽到你們 你說 你跟江柱淳說 其實當然 這個過程當中 中央 你做的過程當中 各個黨員參與 一般來說 現在管政府 其實你說有多利 管政府做的事情 一定要把議員 突顯出來 因為這是 我們兩個合作 所以我們來什麼 中央機關 他的 掛流言 這是正常 沒關係啦 市長 他越名越黑 我的意思是這樣 因為 重點 頭前這不是重點 是 頭前是一個營業 我說 你又如何偽困 你讓我講完 又如何偽困 就是 我現在要 找這個機會 跟烈兜的市民 跟你要求一下 他的兵手路來的警衛 有了 是 啊現在後續就是 比如說他要遮雨棚 齁 齁 其實他三四十萬而已 齁 齁 我是說 拜託你們 肥業庫齁 和肥肥連錄一下 看他三四十萬的用途 怎麼用 還是怎樣 你怎麼塞車齁齁 還是說 今天有 勝於款 我們就把主勝一款 腳踏腳踏 我議員 像剛才王議員說的 王衛龍王議員說的 你簽名就有了 你簽名 我們就配合 沒有啦 啊你當然 你要把我這五百萬的 你就要 你簽名 我就馬上配合 沒有啦 我才好肉 啊不然這樣啊 我簽一張康伯的 跟我們寫我的名 還不可以開本票 開本票 沒有我開本票 我現在就是因為我好肉 沒有錢 不才會跟你處長說 拜託 沒有啦 議員這樣啦 你簽下 你簽個數字 他其他你簽館長給你補 不過你每次都叫我去簽館長 館長有時候 你叫我 去年叫我去館長 館長也跟我說 這不好啦 你先簽一下 館長才來補 沒有啦 主要齁 這樣啦 處長我們這個可以回合 我們不要在這裡 瘋瘋瘋瘋 我們就是說回合 我們這個問題齁 我們這裡還要來 我們要去年 沒有我們明年來用 這樣啦 我們列出優先考慮 列出優先考慮 我也是想說 三十幾萬嘛齁 今天齁 他這三四十萬而已 他來找我 叫我拜託我 就表示說 你們這個管道不夠很暢通 所以說 拜託想這個齁 我們改變一個 人家說齁 改變態度齁 態度決定命運齁齁 我們做事的方式 態度有改變 譬如說我主動去關心 你油會減什麼 什麼什麼 啊我會幫你打個手 啊我怎樣怎樣 按部手班來 他有可能就是 他的感受也不一樣 他把八十都這樣 總幹事這次應該是 總幹事找你的齁 對啊 這樣標示總幹事有進步 那次我記得說 總幹事總幹事總幹事 總幹事總幹事 沒有啦我知道啦 主動積極啦 我知道啦 管政府是一個蘿蔔一個坑啦 我們的預算都滲下去了 後來就是 對要插在對 對要插在對 啊這種領域的要求 我當然是 我愛反應啦 啊我們如果說 譬如說我們有剩餘款 因為我做貴主席 我知道嘛 有很多東西 我們預算裡面 有時候也有剩餘款 你不是很多錢嗎 我所知道農業處 是沒有剩餘款 我知道農業處是沒有剩餘款 啊不然 我們林議員 常常常常都要去做 有時候要留一些 剩餘款 給別人用啦 齁 啊 處長 這個艦航是你管的 齁 不是啊 就是在你的褲石裡面 欸 管理機關係 管理機 我在這裡跟你探討一下 是 歷道的這個 登船處啦 齁 是 因為現在那個 碼頭停泊的齁 那次還有進程嘛 齁 我們有說過嘛 是 啊你那個二期說什麼 二期接著施工的時候 一定要拖在幾十年齁齁 但是我現在的感覺就是說 現有的登船處 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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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一定要超級地暢水 私 crystalline Mig 齁齁齁齁也可以 你用一二樓 一樓要讓它暢通 二樓就是要登船的 一樓是下船的 包括載貨的 二樓呢 二樓就是登船也要管制 所謂管制區就是要管制 你上二樓以後就不能下來了 為什麼你等一下要提貨 要幹嘛你就是登船跟 上船的跟下船的 就割離開了嘛 但是那個時候他跟我講說這個是因為 他是港戶用地啊 港區是不能建築的 可是你去看現在那個建築不是大建築物嗎 所以說嘛 你只要增加一點高度 就一二樓了 弄一個電梯弄一個 斜坡登船的 可以走的去坡上去 行動 不行的輪椅的有電梯上去 然後把它隔離開 然後讓它暢通 我認為這個有改進的空間 所以說這個當然不是你的處 這個真的要跨極處 大家聯合起來 這個夏天 暑假的時候 進去看看他那個動線 跟那種 船搬很多的時候的凌亂問題 我們來做一次的總檢討 好不好 所以把它拉高 我們弄一二樓 我們來想辦法改進 好不好 不要造成名言啦 好不好 處長這樣可以嗎 還有一點就是說 我們在這裡工作檢討和執行的齁 不要只用公文答案 真的要去做 好不好 好謝謝 好謝謝 謝謝議員 謝謝議員 我們接下來請您三天您言 謝謝大會主席 地震處長 我在這裡感謝你 對台湯 有關人民的土地 一些點點弟弟的服務 你持續把那個地震的團隊帶好 我相信人民對你的評價是相當高 您請坐 謝謝 那個請坐 那個 許處長 我相信 是 管府是一個團隊 是 那麼我還要再度幫你提醒 是 不然因為你一個人 把整個管府的團隊 都毀滅掉 我說這句話 有它的含意和意思 我相信 跟這個檢調單位 在看待台湯管政府 這個農業處 的小軍庫 延續的是一個很長久的時間 我希望說 你對於這個委 你是讓王建廷 是覺得說很光明燦爛的 五星級的團隊 不應該是市場小軍庫的 我現在今天 在跟你講到重點 我希望你要整天聽 我希望曾風處長 你擎得到 我跟你不用對立了 但我希望你要本著自己良知 就好了 這都輕輕跟你講 你的位階是什麼 你的責任是什麼 良知就好 當你下了那個舞台 你在看到一個社會的角落 如果容許這樣發生 這樣的問題 你可以擺爛 你老的時候 當有一天 你的兒女 在某公家機關上班 同樣的手法會發生 我告訴你 你自己去思考 副長 是 參天要跟你講 其實是台湯的大方向 海洋深深水 是未來台東的一個 很好的基礎產業 你們這個長久的快 已經快兩任八年 也已經快過了 每次看到報紙 你們就是說什麼 湯沒水啦 就是白爛 如果你們真的 團隊沒有辦法做 你要告訴台東信義會 我們的同仁 我們可以去外面取經 花蓮為什麼可以做 台湯沒得走 花蓮的赤柯山 土地可以結編 為什麼 我們沿灣的土地 就要受林戶錦江的霸凌 一個國度裡面 我不希望有那麼多 不同的政策 這個人民不會有幸 就有關 我在跟你說 原來世界的部分 我希望你真的 做給台東人看 讓這些農民感想說 我市處長 今天在這個農協 這個區塊 比較是有為台灣人民 為台灣的農民在打招 你要把它整合 良善的整合 因為公部門的資源 是非常的多 你可以招配很多的會議 把農會 包括這些農民 我們代表 把他即使廣義 把他們招過來 我們制定一個好的政策 對未來外銷的東西 把品質管控 我的意思是這樣 因為這個種子的大陣 只有你一個人 是在過 可以去整合而已 如果你把他放下 假以十字 這個產業一定會消失 我希望說 在你為 在你為上 你要真的 鐵鐵去改管農民 關心農民的事情 農民的水和電 這是他們的首相 台東現在你看 各個一個 因為天候的關係 農業的產業 都失調的情況之下 台東還保有什麼優勢 你要往這個方向去做 那個 觀光旅遊處 出場 約好 你在說外客 還是說什麼 來台東旅遊 你們都有補助款項嘛 對不對 企業團體的旅遊 為什麼不補助營養午餐呢 去補助這個 既然人家要來台東玩就是有錢嘛 你好的牛肉端出來 你再給他加個蔥花 人家也不會感謝你 我的意思是這樣 你了解嗎 不用做這樣 可是你如果真的要促進台東的觀光 我可以給你一個勤勤建議 你們外客人來台東光光 你手上握有發票 有消費一千五百塊的 我們在當地的產業的農產 汽產 農產裡面 豐盛的一個 一個氛圍 我們可以把台東的農產 當作一個小伴手禮 送給這些觀光客 那個來的更有意義 這個有 我們這個有 可以你們做 來我跟你說 因為你們這種的做法 有可能也會變成未來的小金庫 我輕易給你拿錢 當然那不是你 後面的人有可能要這樣做 你想的是很單純的 但是人家後面 你那種紛爭的時候 你怎麼知道 你不可能知道 到外面問你的時候 跟時代過 都一樣 民都要叫他 叫他媽媽 到時候後面要拉的 你會這樣拉嗎 你會這樣拉嗎 你構成那麼善良 會拉嗎 會拉嗎 會沒有啦 不要後面拉耶 好 我知道 拜託一下 台東的觀光油 不是這樣在打造的 這個都可以檢討的 檢討 你們的頭是很清楚 這也不用跟你們說 你們早就能做的東西 不要做假的 農特產品我們是真的有在售 你之前的出場是誰 陳淑慧處長 熱氣球在哪個地方 陸野高台 不然我們建議高台沒有票 但是你要把票給他 給他拿回來 傳承 陳淑慧他跟高台的情感 我相信不要講 你也知道 你是把比他好成一萬名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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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屬性的 我說我都不會跟五路 這真的啦 起碼高台的人現在可以接受你 為什麼 溝通嘛 公部門跟民間就是一個溝通 只有重溫的溝通 縱然良善的一個政策 做的不是很完美 我們可以求進步啊 是 我的意思是這樣 我也了解 你不要整天在這裡發生 你會不會禱告 你會不會禱告 我 你曾經禱告過嗎 曾經啊 誰叫你禱告的 你是拿香的人 我拿香我也是可以禱告 你也可以禱告 那你禱告一段給我聽看看 你自己唸 你自己唸 無法出聽 提升台東的一個文化的能量 是一個有宏觀的人在做的事情 你可以繼續禱告 你站著禱告我再聽 我拜託你 我們做真的就好 就有關於 未來游泳池五億多的一個工程 如果有如期在動工 再施作 我希望你要 擅盡一點社會責任 我說都說到這裡 台東所有的建設 我們要依我們台東的財政來做 不可以 摸摸摸摸摸摸 時間要過很快 四年來過 我們提升這段給人民看 人民看到海盜 是我們的消費精神 台東的財政如出的困難 公務人員 退休制度都已經有問題了 我們希望你們要對財政所把關 現在未來的五億多的游泳池要蓋 國宅又要蓋 台東有那麼多錢嗎 還是擠債吧 台東如果擠債 未來人口已經會外流 年輕人一定會失業 因為地方基礎建設消失了 我說的意思是這樣 所以推廣一個文化是獅子上可以文化的 把後山的一個美邪把它打造出來 所謂的後山美邪 你講一下 一行 一行 後山美邪 你現在可以說 人跟土地和諧的關係 美邪 可以啦 搞大會過啦 台東的盆栽是相當有名 石頭相當珍貴 這個是美邪 在這個美邪的預防 我們不推動 你在推動什麼洪山湖 我請問你 依據你的相關知識 洪山湖在台東賣的 到底是真還是假的 來 你說良心就好 報告議員 這個部分恐怕超過我的認知 沒有啦 你的認知啦 我說你對文化美邪 這個產業也是美邪嘛 洪山湖在台東賣的 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在工藝 我的工藝文創裡面 是沒有山湖這個項目 目前 你個人的生活美邪啦 你有視覺藝術課喔 我知道 我比較喜歡親近土地 你比較喜歡那種文化那種就對了 像我們的地生處處處長吃文化 收集很好 你比較喜歡這種就對了 是不是 不是針對物 不針對人 不是啦 人跟物都是 都是一種八大藝術裡面的一個重要的元素 你要知道 那我請問你 你對八大藝術你最喜歡哪一種藝術 八大藝術啦 八大藝術喔 現在有第九類藝術 第九類是什麼 琴瑟藝術 不是不是 不然是什麼 就是影像 台東沒有那個影像的 沒有空間啦 視覺的 我要告訴你 文化處 跟觀光旅遊處 不妨去思考一下 另類的開創台東的觀光重鎮的理由 要怎麼去持續 把琴瑟藝術 把它嚴肅稍微加進去 這我親近一點點 你們自己怎麼去開創 就像我們的春天吶喊 我們的浪潮是怎麼來 我們在浪潮夕陽之下 有一個高度的觀光的一個藝術裡面 我們加上一個 點點點的一些元素進去 我相信這個可以持續 因為人總是好奇 我們不用裝得很高檔 喔 人家的高級 我們不要覺得錯了 任何的產業文化 都跟琴瑟藝術 都是差兵而過的 那你只是用怎麼角度 用怎麼水準素質 去把它培養栽培而已 如果今天春天吶喊 沒有那種點點滴滴的元素 我相信沒有人 我會去 那個觀光旅遊處長 我希望你如果要補助 那些路客或是觀光攤體 倒不如你回去建議防建體 是不是把上開的款項 補助給銀行午餐 還來得實際一點 我的意思是這樣 我記得觀光旅遊處長 有宏觀 有宏觀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 謝謝林上天 林議員 我給你一分鐘 你禱告給我聽看看 你會禱告嗎 我禱告最多 你禱告 這樣就可以了 你不是說一分鐘要不夠了 這樣就可以了 可以了 好 謝謝 接下來請張主任 張議員 謝謝 謝謝主席 我們副議長 呃 縣武的處長 科長 一位同仁媒體 先生小姐 在這裡農業處 我來請教你處長 議員好 呃 處長好 是 那個 這個 農地 農用 是 跟農地之前農包條例裡面 可以建 建這個 所謂的就是 農仔對不對 是 還有 器材室啊 是 那這個 這個辦法裡面的條文 規定的 到底嚴苛不嚴苛 嚴苛不嚴苛 原來 本來的 定就是比較嚴苛 只是說過去 比較偏重於書面審查 啊 書面審查當然是會快一點 現在是 現在呢 實質審查 實質審查 實際到現場是嗎 啊 不過跟議員報告 剛剛 我有特別 就是說 針對昨天議員 大家提到的這個幾個問題 然後時間太長的問題 那我們昨天有經過研究 跟 跟我們同仁研究 我們現在是這樣 假如你是 農保 或者健保第三類的 我們希望 第三類是什麼 第三類是什麼 第三類就是 那個 健保 我想那個 名稱 我是不是請淫慧的講一下 第三類比較明確的說明一下 講重點 你說什麼就好了好不好 就是那個 農漁會的會員 會員 會員 對 這個我跟妳講 妳主辦這個當委 妳要普及信 給各鄉村去知道 現在妳們講的天花在這裡都聽不懂 連本席都不曉得 我也是農民啊 我也是農民啊 我也是農會會員啊 我都聽不懂 所以 我的意思是說 妳要告訴所有的人 讓他吃的潛力 20台你可以廣播嘛 對不對 所以我在這裡 我給妳提供意見 我一個意見給妳參考 現在我們大概就是 這個法的規定齁 署長 我們現在 現在就會把那個 本來是大概在整個流程 在書面的時候要有九個單位 現在我的意思是 中央給予我們台東縣的一個規範 我是認為說 不要照當前收 不是喔 我現在就是跟議員講 現在就折中的方式就是 我們把這九個單位齁 會兩個禮拜開設會議 在開會之前 會把相關的申請給他們 假如說 他符合規定 兩個禮拜過了以後 再給大概一個禮拜 到兩個 到十天的時間 去現場會談 28天 合下 現在我要給妳一個意見 28天合下 不是 龍說短一點 跟妳講重點齁 是 東央所規定的事情 在 因地至於在地方上 如果認為不合理的話 我們主辦單位 主辦這個處 不要妳農一處 妳要直接行文反應 我們台東縣政府 我從來沒有靠過這個公文 我一家的要求 你們說 我們有機會到中央怎麼樣 那個東西 我們這樣 要叫做內行人 我們以後都不要談這個話 我現在不是講你 我現在講說 整個縣政府 任何單位都一樣 中央規定的時候 他在台北定法 他不了解台東 可以也報告 今天我們台東人 都是有農地的 台北人是講商業區 或者是駐台區 還是什麼區 旅館區 他們講的是 高檔的 我們講的是務實做檔 我剛才講的方式 就實務上 一般你講會9個單位 有的單位可能 半天給你 有的單位可能 兩天給你 有的單位可能 弄個兩禮拜 三個禮拜給你 所以我現在 我現在所談的 我現在所談的 不是幾天給我的問題 給我跟我所提的意見 是不太一樣 我的意思是說 你的規定裡面 農地農地農用 當然是基本原則 所謂的農地 就是農地農用 但是你要是見 這個農仔跟那個 制裁室的話 我是認為這個不要嚴苛 為什麼 我講台東的這一塊 中央不了解台東 農委會上面 他也不知道台東人在幹什麼 他三段十萬從哪裡來 他也不清楚 我這樣講應該不夠問 還不然這個課是 我什麼 他們根本 學歷很高 我們承認 但是實質生活他不瞭解台東 那台東需要你們處裡面 限制我的團隊去反應 比如說你訂了反應給我 我實在沒辦法執行 我跟議員報告 你剛才講的 其實現在問題會出在哪裡 問題不是出在法律本身 出在我們的審查的這種 這種可能有不同的意見 所以我們用被審的方式 假如說你這個單位 對這個案子有意見 你就直接寫出來 但是有時間限制 你不能夠拖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 包括我們同仁一樣 所以我們用時間 來把這個整個流程控制 假如說在開會的時候 你缺許 事都通過 事都通過 你剛剛給我的答案 你解釋的 我不是要這個 我要的是說 台東人的這塊農地 我擁有 我要建農財跟支財市 中央的法規的規定 認為我們自愛難省的時候 你是不是要一直公文 給中央知道說 我台東的生活方式就是這樣 你這樣的話是給台東人為難 造成諸多的不便 影響到我們生活品質 各方面的你要提出你的專業知識 返運給中央 因為中央所定的法 在地方上在我們台東來講 是沒有辦法造他的意思啊 因為他站在台北 他看台北 台北定法 看他以台北來定法 那難道台東也不適用嗎 所以我們就會自愛難省啊 那我們就根據中央 我們就來執行這個事情 那對譬如說 台東人就不公平嘛 台東本來就是務農的社會嘛 你跟他講其他的 他根本就沒有能力 我只有這塊地 我要建個農仔 建個自在市 你應該理應當然要鼓勵 他會給他方便嘛 那結果我們定人都死了法令 綁死他 那綁死他 那台東人就不要生存啊 那是很不公平的一件事情 我講的是這個 不是你定了法律 我們幾個單位來會同 大家來過通 要整他去審 速度要多快 不是快與慢的問題 我的意思在這裡 知道我的意思嗎 知道 今天換一個角度 在座的各位 今天如果你們都是像我一樣做農的 你連會跟我講 你真的沒見過的嘛 不是人間煙火嘛 你絕對會罵 不死人家煙火 但是你講頭 一個月十萬八萬在你呢 你哪也知道 所以我希望現在政府的官員 你們是在圍牆內生活嘛 在辦公室裡面生活 外界的事情 你們完全都不了解 你們了解是皮毛而已 你們所聽到都是好聽的話 你聽不到真心話 今天我是個老百姓 跟你業務上有關係 我講獅子的話 你們會不高興 不高興以後我會問你找你 你就不甩我啊 這是民間的思想啊 鎮長你也當過鎮長 你當過鎮長你很了解嘛 當了鎮長以後 你會更了解基層生意是什麼東西 那個真的很多不堪自耳的東西 你沒有聽過也不敢聽的東西 他們講出來 那才是實質的 所以今天的團隊 為什麼很多事情 你們辦的事情 奇怪我辦了 為什麼老百姓很多意見 啊意見在哪裡 就是你們的意見 跟他們意見不一樣 你們的生活方式 跟他生活方式不一樣 你們所要的東西 跟他要的東西不一樣 所以產生這個當中的誤差 像我們的那個那個台鎮以後 我們有補助款 農作物的補助款 重寬嘛 經經計較差一尺 這邊一棵樹 那邊一棵樹 你差一尺也要這樣扣 一個小空地我也扣 做農的人種樹 種水果一定要有陽光嘛 要有距離嘛 你基本距離要給他嘛 你沒有種你就再給他扣 這個是吃頭路的不懂嘛 你不要做過信嘛 所以東扣西扣亂扣 扣了明宴嘛 中央的意思又很好喔 重寬認定喔 那我們縣政府 還是哪一個單位出了問題 重演啊 你說我重寬 結果你們主辦單位重演啊 造成明宴啊 原來實質的 中央的利益的好意沒意 變成沒有用 人民無感 所以我講的是在這裡 我一直強調你當過政長 你更了解 啊官山是很純樸的 齁 你跟我悲難不太一樣耶 對不對 所以你跟我的立場 我們都可以聽得到基層很多的聲音 公務人員想聽聽不到的啦 不可能啦 我曾經連 也問過主辦單位 你聽過我沒有 他不會跟他講 他不敢講 我跟你講以後你討厭我 以後連事情什麼都沒有 他們也怕啊 老百姓也是很聰明的 所以我在這邊講的是說 中央如果規定什麼事情 齁 不合適宜的法令也好 不以台東所使用的法令也好 我們就要立即還用公文給他 啊不行就是不行 我為什麼要聽你的 你錯誤的法令我為什麼要聽 對台東不利的東西我不要聽嘛 這是一個公務人員的本色嘛 齁 我們要具體力爭嘛 所以我在這邊講的就是在這裡 所以這個 這個農地農用跟農地 這個農仔跟這個制裁師齁 我希望這一塊齁你要好好去想一想 那怎麼樣去反應給中央 了解台東人的形勢是什麼 好不好 齁 處長 OK嗎 齁 準備單位 齁 謝謝 齁 謝謝 好 謝謝張主嵐張議員 我們最後一個審查的議員 洪中海 洪議員 謝謝大會主席齁 大家辛苦了 最後一趴了齁 呃 首先我們請農業處長 許主長 欸 議員齁 呃 我們去年齁 訂訂了一個自製條例 就是有關這個新設畜牧場的部分齁 那請問一下 在這個訂訂了之後 後來有爭議的這個養雞場 總共有幾個場 大概三個場 四個場 五個場 五個場齁 那現在又增加了齁 就陸陸續續啊 它會一直到 它需要 有爭議的情況 為什麼會有爭議 大概對設置的距離 距離 距離 距離會有爭議 那 當中齁 就是說 在我們審 在這個自製條例在審定的過程當中 它已經取得建造的 有幾間 兩間還是三間吧 沒有 主長到底是兩間還是三間 是兩間吧 那我想請那個姚課長 課長 課長是兩間還是三間 在我們審定這個 自製條例的這段過程當中 已經取得建造的 取得建造的 有五間 有五間 他觀山一間 我先觀山一間 路也一間 那太閃了 課長 這個過程當中 你有沒有跟議員講過說 有五間已經取得建造 有沒有 那時候有 我有點到說 我們後面可能會擋到 因為我們現在爭執點就是 在第三點 第三條 第四點的部分 我回去 我很認真 因為許書長跟我說 他有跟議員們講說 有 有三間 現在現在變成五間 我還回去 那個議會每次質詢的時候 都會有那個 所有的逐字稿 我還回去把所有的議員 通通搜尋過一遍 沒有啊 就沒有這個資料 哪五間說明一下 廖克朗 你知道這件事情的嚴重性嗎 哪五間 你說明一下 這五間會不會 會不會申請國賓 應該講 這麼講 他們有數驗的權利 因為還可以到農委會去那邊 對 你當初你跟我說 好啊我給你去 然後去好之後 人家也花了那麼多錢 都會去去去去 結果我們訂一個自治法規 其實當初自治法規的訂定 是為了黨心願這一場 對不對 那你已經取得 建造這些 通通賣過 人家都已經蓋好了 現在要來申請國賓 跟憲政府鎖討 這個當初你應該把這個資訊 告訴議員們 是不是大家有這個共識說 要連這五個廠一起擋掉 那我們大家有一個共識 大家來討論 但是這個部分是沒有經過討論 大家把它定死在裡頭 在這五間廠 議員在報告 我們在過程當中 我們議員有把我們的條文 改了很多 改良的部分 那時候你可以提供專業的 我相信我在當天在說明的時候 議員可能 對我的說明 大家會覺得說 你說明不夠清楚 我當然只是想不到 但是我是斬金結鐵說得很清楚 說這會影響到很多那個 尤其條文 因為議會在審查過程當中 我們議員在審查的時候 我們沒有辦法表示意見 你審查這個條文的時候 你們直接改 我們能不能改嗎 這個就是你們專業 幕僚單位要提供專業的資訊 其實也感謝議員 那天你也讓我講很多次 所以我當天也說明了很多次 只是說 當時在說明的時候 大家對 可能對那種感受不深 也許就認為這個沒什麼 實際上就是有什麼 這樣啦 處長 既然已經發生了 接下來這個國賠 我想成立的可能性非常高 國賠 我現在我不預設立場 這個沒有所謂的國賠 不國賠 行政訴訟 他可以做那個術院 術院我想他們都送來 我們就送農委會 然後由農委會來做做決定 將來需要修法 我們都講到 因為他對我們這個法令 目前 他對我們的法令的修訂 他並沒有完全接受 所以他提供兩個意見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有 那個請 有請那個 那個 業務單位把這個 國賠法公文發給 我們每位議員 農委的意見 我們都有發給大家 對 我這個 再加上你們的案件 剛剛官呂處的 又有買美麗灣的 也要打官司 這階地有的 也要打官司 一大堆東西都要打官司 我今天沒有行政處 行政處的法治科應該改 變成一個處 叫做專業打官司處 台東縣政府一天跟我們 要單人國賠就好 我是這樣覺得 既然事情已經發生了 我們是不是有解決的方法 各黨跟處長你們有沒有覺得 應該怎麼解決 修法 修改我們現在的知識條例 什麼時候可以開始做 假如議會 認為說 我們提出來 你們認為說 時間方便 我們就提出來 這個部分儘快 但是我要講的是 這個修改本來去年 就已經有打算 今年會在執行之後 如果有一些問題 我們可以做一些微調 但是當初的微調 主要是針對說 今年可能農委會 會針對500支到3000支的 這樣的一個小型牧場 因為防疫的關係 所以要把它列入管制的範圍內 所以未來農委會 有可能這樣做對不對 6月1號 6月1號確定要執行了 所以當6月1號執行之後 500支到3000支的這些場 接下來都要列入管制範圍 也就是說適用我們現在的自治條例 所以幾乎百分之百都不會過 所以這個自治條例 確實有修改 但是這個修改 我想針對這 你講的這五個場 跟所謂的500支到3000支 現在就有 那有的做三四十年 你如果給它 說限制一公里 那差不多全部都收起來 大家哀哀叫 所以這樣啦 我們請這個農業處這邊 趕快根據現在現行的情況 你們提一個 你要有一個原有 為什麼我們要修改 我們不是說去特定 去什麼 為特定廠商護航或什麼的 本來不打算讓它做的 這個距離的一公里的部分 一樣是保持 但是如何排除 所謂的500支 3000支的這個問題 還有說 它本來就已經 合法取得建造 只差最後一步 快點把他修一下 把你們結果完全不會過 這個資訊 我們真的認識 我們是不知道 所以這個麻煩農業處 我們盡快來 這個自治條例的一個修訂 你們趕快提供出來 這樣好不好 可以嗎 我本身對這個沒有意見 我其實我還是 認為 還是要走修法方式 但是修法 我們當然最重要最重要就是 我們議會修法 如果能夠 因為它還是經過議會來決定 我們修法還是經過議會決定 所以這個議員都建議 我們送 我們就送 但是議會是不是會不會同意 當然請議員 大家再溝通 沒關係我們會來討論 但是我在這邊正式提出 希望農業處 能夠針對這個 知識條例的修正 現在遇到 6月1號之後 遇到的情況 跟我們剛剛講的這個部分 要怎麼做一個調整 能夠符合大眾的一個期待 這個麻煩在這裡正式來跟農業處提出 我們也會把農委會的意見 在修法裡面一起 拉進去 好那這個部分 就麻煩貴處 那科長請坐 那個處長先稍等一下 有關 這個工靠的 這個停車的問題 我這個 這個事情 處長每次 在開協調會的時候 你都不願意出面 頭前來的 你們農業處的官員 都給他們答應好 也不算答應好 但是暗示就說不太快 可以來做 結果回去就翻盤了 欸 真的很沒心意 在議會裡面 這麼多議員出席 有關這個 副港港停車的這個問題 然後大家的一致共識 是希望不要這麼做 結果你們在會議現場 也朝向這個暗示說 欸 我們不會這樣做 結果回去 沒有兩天 馬上上標案說 這個 停車的這個事情 馬上委外 那不是現場打臉 我們所有的出席 這個合體會議的所有的議員嗎 市長 這個事情 我知道你們 你們有你們的規劃 但是我覺得 有關港口的整體規劃 應該很清楚的告訴大家 我們現在 我現在去港口一看 真的是 不像來到菲律賓的感覺 你知道嗎 一個很落後的國家 那個旁邊那個 魚丹的那 那台高下流 飛行整堆 然後呢 要去坐船的遊客 你要想 我在那一個馬頭 停船的馬頭上 風吹雨淋的 大太陽在那裡散 也沒有任何的遮影 然後呢 櫃子在那裡 空氣汙染 排放出來 真的是讓旅客 還沒有坐船到綠島 我在那裡我就厭惡了 就準備想要討論 那個整個環境 真的不像台東不像是一個觀光發展的地區 所以這個又說下去 這個業務不知道以後會再找一個管理處 但是我覺得這個事情應該兩個處 要好好的來商量 怎麼樣子去改善 這個不是單純 因為它是漁客貨 然後善用的港 現在還有一個軍港的問題 軍用的這個問題 所以這個總質詢我再來好好的問處長 不過我希望你們能夠很完整的提出一道 未來怎麼樣去規劃貨港港 這樣好嗎 謝謝處長 謝謝 好 謝謝洪中凱洪議員 謝謝各位 我們今天的單位檢討就到這裡告一段囉 下午分組審查及收集資料 好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